王文亮 好 大家好,我是今天哲雨新出的主持人 我叫陳婷暴 在哲雨新出這每禮拜五晚上 我們都會白一切地講座 那今天要講的主題叫做 《聽沈默的娜海》 主要是在講的是 在臺灣的南部有些特教學校 然後其實人數沒有很多,只有幾百位 這是三百多位的學生 但是他們就是現在發生上百起有性侵的事件 然後在幾年前就是人本基金會有去把電視披露出來 那其實給社會很大的震驚 但是這件事情被披露出來之後到現在其實 就是那間學校的行政的體系啊,老師 就是從校長到行政人員,還有老師等等 其實並沒有很多人受到一定程度的責任啦 對,那我們就好奇說到底電視學校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是一個怎麼樣的環境 讓裡面的特教生,就是不斷地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禮談人,有陳昭如 就是我們寫成末電視的作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是理事總法經 他是調查這整件事情的一個很重要的人員 他也是教育部性別委員的委員 他就是黃竹芬 他是一位榮人 然後他是總法經是榮人協會前理事長 然後我們會就是 就是先問請那個陳昭如作家 因為他主要寫這本書 然後 手語翻譯 可能要請他介紹一下 好好好 好,那我就會代表一請 就是陳昭如作家來先講 因為他就是透過報道理學的方式 然後去把整個事情 他寫成一本書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掌聲歡迎 就是陳昭如作家 來幫忙參加掌聲的作家 首先,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願意花星期五的晚上時間來聽一個 非常令人不開心的題目 我每一次說 每一次其實之前 心情也都會很好 我覺得我已經可以預測 各位今天晚上不會睡得太好 好,那我先說了 我不是沒有警告過你們 我把 因為這個事情有點複雜 我需要花一點時間解釋一下 因為真的很複雜 它牽涉到的層面非常多 所以我可能得花上大概三十到四十分鐘 才能簡單的講清楚 我通常如果在學校的版本 我會長九十分鐘 所以我今天會非常快的 能做個講 如果還不夠明瞭 待會兒後面 有其他的兩位長者 吳老師跟方理事長 可以再發問 我也不介意你們版本書 我想提議 會寫得比較仔細看比較多 我簡單的說一下 這件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就是2011年的9月21號 人等基金會召開了 關於這個事件第一次的進展會 說明這一所難過的特教學校 主要是以收聽障身為主的特教學校 發生了一百多起的性貧事件 性貧事件就是指性侵跟性騷擾都包括在內 當時人本的調查結果是有128件 可是同一天 因為那個時候的學校的校長 他說沒有人能說的那麼多 只有74件 他用只有這個字 我非常確定的來記得 所以他們說人本說謊 人本太誇張了 事實上沒有這麼多 但是根據隔年2012年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他們調出來的結果有164件 所以到底誰有沒有說謊 誰有沒有捏造事實 我想就是很清楚的 除非他們也要說監察院說謊 我就無話可說了 那麼在這些是一百多起事件裡面 因為這個是一個主要以收聽障身為主的特教學校 也有智障身 但是我們所知道的受害的人 跟行為人都是聽障身 那年紀那時候直到最小 就是當時事件發生的時候是小二 那就那裡到高中 因為這個是一個從小學到高中 都有一個住宿型的學校 也就是說它牽涉的年齡層很廣泛 那麼再加上有一個現象 是滿值得被注意的就是說 在這些性評事件裡面 男對男的比例是有六成 是比較高的 那麼後來根據一些心理諮商師 對於這些小朋友做了一些心理諮詢 發現其實這些小朋友 其實並不是同性戀 是疫情戀 所以還會發生六成是男對男 這個現象當然是很值得注意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我覺得最可怕的 就是說後來發現很多的行為人 原來是因為被害 而且被害了很久以後 然後轉為了加害 就是後面這兩點是我 我一直到現在都覺得很難接受的 但又不能不面對一個財富的事實 你要繼續往下按 這個是這個學校的平面圖 你可以繼續再往下按 讓心心全部出來 這是這個學校的平面圖 一顆心代表一件性平事件 你們看看這個學校裡面 除了辦公室以外 每個地方都發生了 教室 教室圖書館 教室 活動中心 操場 宿舍 宿舍最多 但是我覺得最匪夷所思的是 校車上面 每個校車上面 每個校車上面有這麼多的星星 那有一個小朋友的說法是說 這個校車上面每天都在發生性平事件 所以星星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校車是在每天發生的 上面是有老師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小朋友 他在接受調查的時候他畫的圖 這不是一隻大象嗎 這是一個校車 司機在這裡 那我就是告訴 調查人員的這個小朋友 他坐在這邊 他親眼看到 後面發生了性侵的情況 是一個女 他的學姐被其他的同學欺負 你在印象嗎 這個就是放大他畫的 就是 其實他只畫了兩個人欺負 其實我印象裡頭 應該是有五六個男生 欺負一個女學生 這樣子 然後這個小朋友看到了 他很擔心 所以他跑去告訴這個胖 這個胖是胖老師 因為隨車有個老師胖胖的 他就叫胖老師 他就跟胖老師說 後面有人在欺負學姐 胖老師跟他說 你不要管我回去做好 下一張 那這也是這個小朋友 他跟調查人員用筆談收寫的 校車上有老師嗎 有 老師知道嗎 我有告訴老師 老師不聽話 聽障的人 他們的那個文法 跟我們聽人不太一樣 那個老師不聽話 意思是老師不聽我說話 那你告訴老師幾次 兩次 那這個兩次 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 校車上的那一次 他告訴老師兩次 他其他還有別的經驗 他也看到了學校裡發生性侵事件 他也告訴老師 老師老師也跟他說 你不要管 好 回到我為什麼寫這本書 我原來對教育界一點都不理解 也跟原本基金會蘇無淵源 那我在2011年9月21日 我有看到報紙跟電視新聞上面 有關於這個事件的報導 我當然很震驚 一個時候發了100多幾星期的事件 這個不震驚才怪 我覺得這今天應該是上國際新聞了 那麼 在那次的記者會裡面 我看到 學校有出面 校長有說明一些 就是說其實他們已經 有一些改善的措施 譬如說在 學校裡加裝了很多監視器 在宿舍門口爆鈴鐺等等 那我記得那時候 教育部長也有出來道歉 就說我們一定會加強管理等等 那根據我們看一般新聞的印象 就是 既然都出來道歉的事情 好了 應該會圓滿順利的結束 也變好了 那麼 我在2012年的秋天的時候 我接到一個老朋友的電話 叫蔡重龍 她是我前報社的同事 她說 人本基金會很想找紀錄片的導演 拍這個故事 因為學校的情況並沒有解決 那麼我聽到這個事情 我就非常驚訝 就是還沒解決 不是 校長出來當像 連教育部長都出來鞠躬 還記得那個時候 某部長還鞠躬了三次 還沒有解決 我覺得有點意外 那麼蔡重龍告訴我說 可是他們覺得紀錄片很難 付諸行動的原因 是因為太多設計隱私的問題了 尤其幾乎所有的行為人也好 被害人也好 你都不能讓他們推光啊 那出來 所謂爆料 我不是很喜歡這個字眼 就是說 出來告訴人本 以及願意挺身而出的一些家長 跟老師 他們也不願意讓自己的身份曝光 那總不能一個騙子 從頭到尾全部都是馬賽克 然後咪咪咪咪咪咪咪 那怎麼辦 那蔡重龍可能覺得我比較雞婆 她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去了解一下 她只跟我說 你有沒有興趣去了解一下 如此而已 那我那個幫忙也有時間 我就直接打電話給人本那邊 我說我有興趣想了解一下 那麼我了解了以後 我就發現 情況比我想像的嚴重非常非常多 而且我也才知道說 2009年在這個學校 就曾經發生過一起 生對 失衛生的性疲案件 有一個老師 常年的欺負學生 後來是學校裡的小朋友 有手機拍下來 令老師欺負學生的影片 最正確的 所以這個事情才過關 那麼人本在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在2009年其實也 直接跟學校台 就要求你們處理這個事情 要讓這個老師停止 可是學校當時 一直還想幫老師說話 甚至還說什麼 她家裡也有高糖老母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也要考慮到人家的升級 等等 後來是 就是我的了解師等會 就抗議說 你們再不處理這個老師 不要去拉不調 後來學校才把這個老師 免吃這樣子 所以 那這我聽起來 我覺得這個學校的情況 顯然不是我在媒體上面 看到的那麼簡單而已 而且後來我才知道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學校其實在30年前 就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因為人本 南部辦公室的工作同仁 他們也是訪問到了好幾位 30年前這所學校的畢業生 他們說其實以前就是這樣子了 大家都知道 可是沒有人敢出來講 因為他們講 他們覺得別人也不會相信 所以我在聽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可置信 就是說 怎麼可能在21世紀的台灣 還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可是我不認為人本需要對我說話 他們幹嘛跟我說話 但是我為了求證起見 我還是上網看了 那時候已經有監察院的彈和文等等 這個是公文書 我覺得應該沒有個人的情緒 或是偏見的問題 監察院的這個調查文 講得非常清楚 連人名什麼都非常明確 所以可見 人本對我並沒有說謊 也沒有扭曲 事實就是如此而已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不太清楚 也不知道 而且事實上我後來發現 其實人本開了9次記者會 可是今天坐在這裡 各位可能還是不太清楚 即使開了記者會 你們都不清楚 那麼這也牽涉到我 為什麼也想到 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寫書的原因呢 就是我發現媒體在查見 這個整個事件的時候 其實很騙亂 極光騙雨 那麼當然這個跟現在 媒體的特性 跟一般閱聽人的閱讀習慣 我覺得又很大關係 我們沒有耐心 想要聽一個完整的事件 那麼記者也只會抓 聳動的、可怕的、打架的、吵架的 畫面出來 所以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裡面 我想我看了幾百篇的報道 包括影音的、包括文字的 大部分的報道 你單獨的看 你都不太清楚 到底發生了什麼回事 那麼像我這樣子 我是因為為了研究寫書 我全部看完了 我其實還不見得 搞得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媒體在在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有很多的局限 但是我們現在人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社會上 或者世界上方的事情 一定都透過媒體 可台灣的媒體 在呈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又有這麼多的限制 所以能夠一家人不知道 不了解 也能進一步關懷 第二個 這也是我後來發現的 我覺得說我原來 跟教育這數無遠遠 我完全也不認識 人本基金或任何一個人 我真的是因為寫這本書 我才認識人本 裡面的一些人 也不多 我發現人本在這個社會上 好像有些爭議性 這是我原來也不太清楚的 所以當我告訴我周邊的人說 我要寫這本書的時候 很多人在為我擔心說 人本是一個這麼有爭議性的團體 你要不要幫他們背書啊 你為什麼要幫他們背書 我心裡想很奇怪 我只是在寫這個事情而已 什麼叫做幫人本背書 那麼其實我也在從 媒體在在線這件事情的過程裡面 我也發現了很多的新聞報道 我覺得隱隱約約對人民很友善 這點讓我也不太能夠理解 就是如果說人本 既沒有扭曲也沒有說謊 只是因為 也許某些人對人本過去從事的 或是支持的某些議題 也許包括提發等等 有不一樣的意見 但是有需要這樣子的人 有人懷疑他們揭露這個事情 是不是真的嗎 這也是我想重新寫這個事情的原因 至少我會想 我不一定心上很好 但是至少我不是人本自己的人 我可以永遠有比較第三者的 我認為比較客觀的方式來書寫 或許能夠讓更多的人 願意了解這個事情 第三個就是民眾的冷漠 我剛剛前面講到 這件事情其實人本 開了幾整個開了九次 照理說如果真正關心這個事情的人 應該會知道 可是根據我這幾個月 本來我在不同的地方演講 我發現大部分人還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或只知道說好像曾經發生過 然後呢 就不清楚了 我們對一件事情 完全沒有聽說過 有可能是媒體的偏迫跟過濾 讓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發生 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 人敢開了九次記者會 幾乎每一個新聞台都報導了 而且報導的偏迫並不見得短 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是認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問題在哪裡 可能不能全然是媒體的問題 而是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為什麼 過濾了媒體上明明播送的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沒有注意 那就是我們選擇性的過濾了 我們有興趣的議題 我們為什麼對這個議題沒有太大的興趣 因為我們的身邊 我們家裡可能沒有特教生 我們知道 特教學要發生這個事情了 好就算了 因為我們家沒特教生 我的朋友都是特教生 不管我的事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也發了集體沉默的問題 不只是媒體沉默 不只是老師沉默 我們也每個人沉默 因為我們從來看這個新聞 我們不穩 然後呢 這些小孩子的事實 已經沒問題了 再者 孩子的處境也是讓更 讓我決定我必須寫完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在寫的過程裡面 當然很不舒服啊 這個過程 我沒有自豪來自然請問 可是因為認識了一些小朋友 他們的情況真的不好 尤其是沒有準確 還留在這個學校唸書的小朋友 他們 有些人因為在調查的過程裡 他們非常的配合調查老師的問話 把所有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說出 所以在整個事情曝光以後 他們在學校 其實我覺得是 有意識無意識地被老師孤立 他們的情況變得 時代有點慘 像我認識一個小朋友 老師就常常借步打搭 然後就說你以為不管 那 再加上這個學校 他們對於後續 不管是行為越好 受害的小朋友吧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做好的心理諮商 不是每個人都做了心理諮商 那心理諮商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心理諮商 是並不會手語 所以他們要去學校裡 幫小孩子進行心理輔導的時候 他們還必須再借助另外一個手語翻譯 這種間接的心理諮商 其實效果當然不是太好 因為小偷會習慣的是看翻譯 手語翻譯 他不是看那個心理諮商 這個裡面這個過程很複雜 我聽說 那再加上因為這些小朋友身上的案子非常多 譬如說如果有一個小朋友 他曾經被七個人欺負過 他身上就有七件案子 他就要上七次少年法庭去講 當然不只七次啦 至少有七個案子 他需要上少年法庭陳述 那如果他是那種 從被害變成行為人的這種 他可能又另外再欺負了幾個人 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在進出法院 但是現在目前這些案子 沒有辦法有一個檢核的平台 讓人一次解決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像我曾經去有一個受害的小朋友的家裡 他媽媽拿給我看他這幾年來 他必須陪著小朋友出庭的那個法庭通知 有這麼厚 所以爸爸媽媽媽每天都沒有別的時間 他每天就在請假要陪小孩子去法庭 小孩子也必須一天到晚請假 沒有要去上課 所以他們的人生不只是性侵 或被性侵這件事情所干擾 那整個人生活秩序 家人生活秩序都會打亂了 那麼最後一個 這個也是我知道現在都有點難理性的理解的 就是官方的回應 我們不能說教育部完全沒處理這件事情 他們有 至少監察院的彈劾是一個 那麼教育部也有對失職的公務人員 包括官員以及學校的教職人員有處理 可是這個處理就是懲處 可是我剛剛談的這些東西 你們應該已經隱隱約約感覺得到 這個問題不純粹於是 好像偷了千里 然後你就罰他三個小時不能說話 或說罰罰 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這裡面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有觀念的問題 有文化的問題 有歧視的問題 但是教育部一直到今天 還在用懲處的方式 來處理這些失職的公職人員 一直到現在都會是這樣子 沒有比較積極的作為 想去改變到底這個學校 我怎麼發生這個事情 那一直到今天都還是這樣子 那我在寫書的時候 是2013年 我就已經都覺得 總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這麼多年了 2011年人很開心的會到 2013年跟兩年 怎麼還是在原替大部 還是在懲處 所以我覺得 會寫不可了 好 講了這麼多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非常非常非常地複雜 我剛才前面已經在講了 但是我想因為時間有限 我只能比較簡單地說出來一些 我認為比較關鍵性的問題 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學校 從上到下 從校長到申輔員 他們對性貧法令 跟如何處理性貧事件 幾乎是一無所知 這個對我來說 非常非常地不能理解 這部分我想 大家待會我老師 應該有很深的體會 有很多的第一手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點我就不多說 第二個就是 我認為台灣現在特殊教育 有一些問題 必須被檢討 這也就是我認為 是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個是師資培訓的問題 我在寫這本書以後 我才知道 在過去 就是說特教老師的那個教師證 它是不分障別的 就是身障有各種障點 智障、清障、師障等等 那這些要去考特教老師教師證的人 你只要主生一種障點 你就可以考上這個教師證 然後你就可以去特教學校 或是資源班等等當老師 可是問題來了 因為不見得你主修的障點 那樣子的特殊學校 它有空缺 所以就會變成怎麼樣 譬如說以這所特教學校為例 它主要主修聽障 但是在這所學校裡面的很多老師 他原來在學校不是主修聽障 所以他們到了這個學校以後 他原來是不會手語的 他都到這個學校以後 才開始學手語 那當然學校有一些簡單要求 是你可能要稀儲的手語 可能要稀奇等等 可是就變成是有點自由心證 因為它不是真正的法令的規定 所以你進去以後 你學了手語 學得好不好 你是不是真正的能夠 跟這些小孩溝通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那至少就我的理解 在這所學校裡面 大部分的老師 其實手語並不專精很多 精通手語的人不算多數 那你想想看 在一個聽障學校裡的老師 然後手語並不專精 這不是有很大問題嗎 但是這個是不是個別老師的問題呢 或是不是 但是這樣側上的問題 怎麼會讓 這樣子不是手語很好的老師 能夠進到這所學校裡面 而沒有一個比較嚴格的淘汰基石 但是最近這幾年 好像這三五年 現在這個教師證這個帳別的情況 有一些改變了 就是好像現在只分資優跟生長 那就比較沒有過去這樣子的情形 是好了一點 但是因為這所學校流來已久 所以我剛才說那個情況 仍然適用於 目前仍在這所學校裡面的老師 他們原則上面手語不是太精通 而且通常一般聽障老師學的手語 是文法手語 但是一般聽障老師 他們使用的是自然手語 這兩字經不太一樣 所以我聽過了一些說法 就是說很多老師他們說 他們知道有發生好像怪怪的狀況 但是他們沒有通報沒有處理 是因為他們看不懂小孩在說什麼 那因為他們的手語不夠好 但是我認為這還不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這個我單管會說 因為我們師資過剩的問題 我們知道這幾年其實 少子化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不只是特教老師沒有地方可以去 一般很多老師其實也都變成了讓教師 所以太多的聽障老師或是特教老師出現了 那如果面對這樣子一個大的環境 社會的狀況 就是說少子化學生變少了 為什麼教育部在政策上面 也不控制一下特教老師主的招收的名額 對不對 這是事情可以控管 但是顯然我們教育部完全不做這個事情 每年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學校 在招收特教士的學生 他們畢業也會要當特教老師 結果出來以後沒工作做 所以怎麼辦 所以才會變成學非所用的情況 主修智障 然後來學考去聽到學校教書 那麼這個是不是個別好吃的問題 當然不是 還是教育部政策的問題 第三個 這個就在我來看 就不是結構性的問題 真是個人性的問題 比如說我剛剛前面提到 有些老師說 因為我看不懂小孩在比什麼 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相信有這種鬼話嗎 我不會手語 但是我跟這些小朋友 我還是可以溝通 為什麼 沒有筆談啊 所以溝通的工具 絕對不是唯一的理由 問題到底在這裏 老師他願意願意更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既然是體重出的問題 而不是個別老師有問題 所以教育部官方知道現在 還在用懲處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就不是一個徹底的解決方法 再者還包括環境對特教生的態度 我這個環境 我覺得不只是我認為 學校的特教老師 或說生活員 甚至包括我覺得我們整個社會都會這樣子 就是我們到底認為特教生 跟我們一般聽人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有 但是怎麼樣的不一樣 最簡單的就當是耳朵聽不到 在我來看如此而已 這又沒有其他的問題 可是我發現我們整體社會 對這些特教生還是有其他的想像 比如說在事情發生之後 非常多的老師 就是他們對於自己莫不作聲的很好的理 他們認為很好的理由 就是你不曉得這些特教生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這樣 那我很想問這樣是哪樣 那麼我其實私底下 我問過一些特教老師 而且不是人本他們 就是不是人本介紹給我的特教老師 因為我也想了解一下 不見得你支持人本的特教老師 不在對這個事情有什麼看法 那麼有兩位特教老師他們跟我說 你真的不曉得 像我們在特教學校 待會兒就曉得 自己小孩就寫了一張張張口 他們把這個當作結論 把結果當作原因 你知道嗎 特教生只是在生理上面跟聽人不同 比如說以聽障生來講 他們只是聽不到 他們只是有聽障上的問題 他們又不是智能不足 他們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還有老師說他們的性需求跟我一般人不一樣 我很想問那是什麼叫做人一樣 可是他們有這樣子的態度非常非常多 我甚至 我書裡頭其實有提到 我都很客氣了 我不太好意思直接講那位教授的名字 是一位某國立大學的榮譽教授 他那個時候在人本開了經講會以後 他就曾經在報章寫了一篇文章 他就講說什麼 特教生不懂事 喜歡隨便摸來摸東摸西 平常也不以為意 可是一到了民間團體出來聲援 說這個是性侵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緊張了 意思就是好像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個事情 這個註解我在書裡面有 各位有興趣可以上網找到這邊回家 我也想問大家 你是不是真的也覺得特教生跟我們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性虛受傷有什麼不一樣 我一直想要解釋到底這個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我找到了艾利文伯克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蠻好的 很能形容這個整個世界 他說邪惡的凱旋 唯一需要的只是現代人類受寵狂 不過艾利文伯克是十九世紀末期 十八世紀末期的英國的一個自由主義政治學者 我覺得這句話其實講很好 意思就是說 我們常常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想像 以為壞人一定是天生有一種BNA裡面很壞 所以他還做很壞的事情 其實有這個未必 譬如說我也聽過很多老師 為這所特效學校的老師說話 就是說他們其實不是特別壞的人 他們只是疏失而已 他們已經不是故意了 甚至我也聽過有人說 這所老師裡面其實某某老師 其實是很虔誠的教德信徒等等 他平常也做很多好事 也捐獻了很多錢給社會 他不是刻意做這個壞事 但是我要說的就是 壞事有時候不一定是刻意才會做的 而且是好人有時候也可能會做壞事 那對於這件事情來說 他沒有直接害人 沒錯 然後我就聽見有個老師的說法 就是說又不是我盡情學生 為什麼最後要處罰我 他們用這樣子的說法 來為自己的莫不作聲 找到合理化的理由 但是不是這樣子呢 那麼艾德蒙伯克克這句話 我想很明白的說出來了 惡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每個人內心裡面 可能都某有種潛藏的惡 只是看時機會不會出現 你有沒有那個trigger 什麼時候它會跑出來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沒有一個人 能夠那麼百分之百說 我是好人 我這輩子絕對不會做壞事 對 你可能會直接殺人 但是當你如果看到別人 在殺別人的時候 你不出手之指 你認為你有沒有錯 你有沒有作惡 對 你可能沒有在法律上的惡 但是你在道德上 你顯然是有罪的 這是就我來看 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就是1939年聖物一號 聖物一號 當年是載滿了猶太人 那個時候 納粹雖然還沒有執行 那個最後的毒氣勢 那個終極方案 但是那個時候 他們已經在歐洲對地 在迫害猶太人了 所以猶太人也知道 他們留在歐洲 下場不會很好 所以那時候 有一條船叫聖物一號 載滿了幾百個猶太人 想要離開歐洲 到虎巴去 去求新天新地 可是當這次 聖物一號 開歐洲 古巴已經快到領海的時候 聖物一號的船長 收到古巴政府來的一封電報 說 我不讓你們進來了 請你我開回去 一艘船幾百人 怎麼可能就開歐洲 他顯然又開得像很不好的 所以聖物一號的船長 馬上開電報給美國政府 希望美國政府 能夠收留這些猶太人 美國政府也拒絕了 所以後來聖物一號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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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跟美國的海域 大概 赤留了半個月 實在是淡進狼狂 沒辦法知道 又該回歐洲 所以後來這幾百個 歐洲的猶太人 又回到歐洲本土去 很多人就因為這樣的話 就死掉了 美國政府跟古巴政府 有沒有殺人 他們沒有直接的殺人 但是 他們眼見一群 那麼多幾百個 有生存有困難的 可能會面臨 生死交關 關頭的這些猶太人 他們視而不見 而他們不願意出來拯救 在我來看 我認為這叫做 故為之惡 所以我在書裡有一句話 叫做 沉默就等於是 墨許惡情的存在 而墨許惡情 對我來說就是罪行 好 那要講一下 有個概念叫 邪惡的擁償情 這是太難得敢提出來 我知道 台灣的出版社 寡爸翻譯成 平凡之惡 那我比較高拐 我覺得這個翻譯我喜歡 所以我用 邪惡的擁償情 三分鐘在我手上 所以我要教他 邪惡的擁償情 那講邪惡的擁償情 那講邪惡的擁償情 的概念之前 我要先提誰是愛 愛西曼 愛西曼是這個人 他就是當年 納粹執行終極 解放案的領導人 那麼他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他偷偷跑到他邊停區 也是埋葬了很多年 那麼後來以色列 建國人他們很厲害 他們覆蓋了他們的特工隊 跑到他邊停區 找到了愛西曼 把他綁架到 回以色列 耶路撒爾接受審判 開了一個公開的審判 來審判愛西曼 在二次大戰裡面犯了罪 那這個公開審判 審判 這個消息 公開了之後 汗鬧的來 汗鬧的也是一個 歐洲猶太人 歐洲猶太人 就在很多學者的方法之下 逃到美國了 那麼他在 這個耶路撒爾大審判的時候 他已經在美國的教書 已經是很有名的 政治哲學學者 他去到這個審判 要發生的時候 他自己去跟有約克說 我去到你們特派記者 我要來採訪這個大使 這樣子 那麼他在大使的現場 他看到艾克蘭 他非常驚訝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也跟安拉爾蘭一樣驚訝 就是 這個是個 那麼壞壞的人 看起來好像不像 對不對 我們想像的各人 都可能是 親戀了 讓紅葉雄東 甚至上好像 他不是壞蛋 這樣 可是這人看起來 規規矩矩 然後輸了西裝頭 然後戴個眼睛 看起來很斯文 那麼事實上 在 阿姨本在審判的當時 很多人也覺得 他其實彬彬有禮 看起來是個好人 然後這樣子看起來 一個這麼好的人 為什麼會做這麼可怕的事情 這是很多人都不能夠理解 也不敢相信的事情 那麼 漢娜惡人就提出了 邪惡的 邪惡的優常性這個概念 來說明 就是說 這個邪惡的優常性的優常 並不是無知 或是我們想的很壞 很笨等等 都不是 而是我們把自己 道德良心的選擇權 交給別人幫我們決定 比如說阿姨本 他在審判的過程裡面 他其實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不討厭猶太人 我對猶太人沒有仇恨 甚至我有很多朋友 也是猶太人 我也幫助過很多猶太人 但是上級要我如此 我就這樣做 我只是盡忠職守 奉通守法而已 所以我也沒有錯 他不會討他有錯 艾特曼那個時候 其實再說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如果今天吃到要我殺掉我 我也會做 所以 這怎麼會說是我的錯呢 那我們 我們也可以想想 這樣子 是不是就叫做沒有錯 那所以 派那樂蘭用這樣子的方式 用邪惡優常性這個概念 來說明 像艾特曼這樣子的人 他並非未必天生邪惡 他只是沒有判斷跟反起的能力 那 從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來想 這種教學的老師 或是公務員 好像也可以解釋了 好 為什麼我們認為老師 或說當時負責這個事情的 中部辦公司的公務員 有責任 中辦的 某官員曾經說 又不是我親親小孩 為什麼我要被擊過 那我們來問問看 為什麼 比如說後面兩個 這個也是 常常在處理性平安線的時候 很多老師共同的反應 很多老師說 他的 專業是教書 他是適合體系排養出來的 他的專業只是教生物化學 等等 為什麼我要處理性平安 那麼處理不好 為什麼是我的錯 那 第三個這個台詞是 我在一個座談會裡面看到的 說 我也要兩家賺錢 大家為什麼要苛責老師 那麼終結 我剛才前面講了這麼多 就是說 我一直認為 對惡的視而不見 它不是法律問題 是道德問題 我們怎樣要求 我們自己對這個世界 有一種態度 可是 問題是大部分的人 好像都這樣想 尤其 在這個事情裡面 我看得非常明白的 就是說 絕大多數的老師 跟工作務員 他們真的一直到現在 他們頂多承認自己有疏失 但是不認為自己 有真正犯了什麼 了不起的錯 因為他們覺得 學生要這樣子鬧了 能怎麼辦 但是 我不知道 也許我有點天真 我從小到大 我都一直認為 學校老師是要保護學生的人 可是我到這個世界裡頭 我才發現 我真的想像 好像有點天真 更何況在我看來 我覺得 現實的領域 從來不讓人在面對 惡行的肩膜 有道德上根具有說服力 比如說 你面對這個情況 可能很艱難 你要做一個選擇 是不容易做的 你可能會 面對接下來 排降倒排而來的 各種壓力 指責 比如說 願意出面爆料的老師 可能其他老師會說 你討厭 你幹嘛把假醜腕癢等等 因為這樣你就不做了 你怎麼在道德良宗上說的過去呢 下一 時間有點短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就不多說 就是說 因為 有教育部的官員 公開表示說 其實我們能做的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可是我們看任何是如此 那麼 其實 國外有一些類似的情況 美國米英州 夏威夷中央學校 以及台北北部 有一個通通學校 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當然 但是情況都沒有 我寫了這所難過的 就是要這麼研究 有一百多起 但事實上 透過制度性的一些改變 是有可能讓情況改善 我們不敢說 一定變成零 就是說這不行 永遠再也不可能發生 可能很難 因為連一般的學校 也不一定能夠完全 百分之百的做得到 但是有沒有方法 有 重點在哪裡 願不願意做 雖然這態度有問題 有方法 只要投注資源 只要願意 是可以減輕 一所學校 這麼發生 性侵性平事件 這麼平忍 但是 終於不願意做 願意花下 這樣子的資源 跟時間呢 下一張 大家可能比較關心 就是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就是目前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懲戒結果 是去年8月 就是16個被台湾人 只有10人懲戒 沒有人被撤擊 也沒有人因為國賓成立而被求償 因為後來人等基金會 找了五位家長 願意打國賠 因為國賠的意義就是什麼 也就是說 雖然欺負我家小孩的人 或是我欺負人家小孩的這些家長 他們認為 我的小孩也許有錯 也許是受害者 但是不純粹是另外一個小孩的問題 這個學校到底在幹什麼 怎麼放任這樣的情況 這麼久完全不做 所以打國賠的希望 教育部透過賠錢這件事情 讓學校他們要負起應有的責任 那目前五個國賠 有三個已經成立了 就是三個打法 另外兩個還在進行去 但是重點是 至少我認為到現在為止 公務員包括學校的老師 他們真的不認為自己有很嚴重的錯 意思就是頂多是疏失 而且根據我們的了解 目前學校還有發生性平安 當然情況減緩了許多 沒有一百多件了 過去一年半好像有三十幾件 那麼現在的校長 這個事情發到現在已經換了六個校長 所以我要說現在的校長 現在的校長說學校已經在穩定進步的成長當中 但是在我看來這樣子的事情 三十三件不叫做穩定進步成長 我就說我敢說一件都不能發生 但是三十三件還是滿多的啊 不是嗎 那麼回答一個我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的書裡的副標叫做某特長學校 那我書裡面我好像也很客氣的 把涉案的校長或是老師都只用A B C D E 或是圈圈叉叉叉的取代 那有些人都成長了生命很害怕 你會對毛布袋也掏起來打 或什麼在那裡的 人們沒什麼好怕的 到底是哪所學校 你們隨便上網查一定都知道 你們都不應該上臉書 這個那個人很容易查 那麼監察院的談合文裡面 這些應該負責的人的名字 也很清楚都列在上面 但是我為什麼沒有列 並不是我怕事 而是根據我的瞭解 在台灣所有各級學校 在面臨性貧案件的時候 處理模式都是如出益側 也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 所有的狀況 那些老師的反應 在全台灣所有各級學校 老師在面對性貧案的時候 都是這樣 也就是說在所特教學校 並不是特例 他比較特殊的是因為 他是特教學生 特教學校 然後建築非常非常多 上百間 除了這兩者之外 其他的這些 老師跟學校的反應 全台灣各處到處都是啊 所以我如果寫了 這個學校的名稱 把個別的人 好像我們認為 最應該就責的 罪魁獲首講出來 大家很可能會誤以為 那這個學校 如果怎樣怎樣 那好像就天下太平了 全台灣就沒事了 小孩都滿安全了 是不是這樣子呢 當然不是 至少人本長期以來 一直在處理全台灣各地的 校園性貧案 多到屬不清 這也是我這一年來 才知道的事情 而這樣子的情況 一般媒體不會報導 除非又要開記者會 你們才會知道 所以這也是我在這個書裡面 我希望我透過這個學校的事件 來講這個事情 我是in general的在談一個 處理性貧案件的模式 而不是針對這所學校 覺得他們這所學校特別可怕 或說這所學校校長寶石 特別可惡 不是這樣子 所以這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不是個別人的問題 最後要提升一下 罵完很多人之後 我常常要想提醒 德里加修雲這句話就是 愛是在別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的責任 我除了在此呼籲 所有的老師 希望能夠每天提醒自己 這句話 也希望 我們所有在這個事件上面 所有這麼幾年來 保持沉默的人 我們隨時可能要提醒自己 有些時候 我們不見得是 不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主觀的 或是說 不留心的 我們忽略了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認為這個事情 事故關係 我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 等著我們去參與 譬如說反責貌 我不是說 在大家反責貌的 流行或是運動不好 而是這件事情 有很多很多 需要我們關心的事情 但是我始終一直 有點難理解 這麼嚴重的事情 真的我覺得 如果發生在國外的話 可能需要都關掉了 可是 台灣為什麼 一直沒有太多人 關心跟注意這件事情 尤其我在寫這個書的過程裡面 那就剛好那種 紅中秋的事情發生 幾萬個人 上街頭 在為紅中秋的 不白之死 上街頭的命 我常在心裡想 如果有百分之一的群眾 願意關心的事情 這所學校的情況 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但是為什麼沒有 所以我決定寫下 沈默這本書 那麼所以我今天 站在這邊跟各位 簡單的分享 我書寫 學老師的經驗 以及我對於這個事情的理解 那麼簡單說到這邊 接待的時候 還有很多問題 可以請郭老師 跟方議事長來討 謝謝各位 好 謝謝陳老師 他 其實沒有 雖然沒有特別講很多 詳細的細節 但是可以看到 陳老師 是很誠意 很沈重的講說 他 就是調查的 過程 以及他 就是 對那個 對那個 那我們 接下來請 吳志光老師 來 來討論細節的部分 就是說 吳志光老師 曾經參與過 這個 學校 性經 性事件的行政調查 然後也擔任過 就是教育部的 技術委員 那我們就 請 吳老師 請 我們就請 吳老師 來不再 更 更 細緻的 不是 講解 這樣 各位 喂 喂 為大家聽到 我想我們 也許多留一點時間 今天出席很踴躍 然後我們多留一點時間 給大家答問 我個人的一些感慨 那 有時候是愛莫大於欣慰 不是愛莫大於欣慈 那有些感慨的話 各位可以去看書 順便就鼓勵各位買書好了 因為裡面 呃 呃 陳康諾喜歡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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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概應該是在蠻後面的 片子 我自己也有看 其實他們寄出給我之前 我就已經先 用博客來買了一本 唉 他起來大部分都是我 處理過事件 其實怎麼這麼講的話 應該這麼講的話 我 不是說特別難過 或特別難過 而是因為 在教育教育委員會 已經擔任第九年的委員 然後 在之前 那麼多年 一直在 他也算有聖天欺少 王志祖凡任 從副照例 人家當招提的 那整個國內的 太多太多案子 有 親身調查 經濟異議 等等 但 布某特教學校 這個案子 應該這麼講的話 呃 他令人覺得 非常難過的一點 當然就是 受害者特別入視 加害人 不會特別強勢 兩邊其實都是可憐人 呃 我想我 這個簡單只回應幾個 各位可能會問的 那我就提前 跟各位 好 回應的問題 首先 對於特教師的 性教育 性貧教育 情感教育 要怎麼注意 其實這是一個大問題 在這件案子發生之後 教育部大概才第一次 開始認真 編教材思考 這要怎麼做 做有了大困難度 第一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 我覺得是 相對 但不是絕對 就是 適當的教材 我們現在的 一般 我就應該講說 一般學校 新教育行李教育做得很好 但起碼 現在有些教材 其實 這些教材 一般來講 它不是為特教師 調成定做 這相對也知道 一般的學生 特教師 不會單純說 啊 這個教材 我很適用 其實都需要 一定程度的改寫 而且是 不同葬 嚴定程度的改寫 我們現在參與審查 所以才能做 深刻感受 而這裡面 這一個過程是困難的 這個困難是在哪裡呢 嗯 是 國內 懂特教 懂熟語的 往往沒有 輔導 諮商 及性教育方面的專業 反之亦然 這兩個 教育體系 其實 有點 不是說 急髓 基本上 其實是 應該要接受 力量 就一定要有重疊 就是說 我雖然是智商不好背景 但我先說 特教 我也會有點熟 我能夠去做 我的話 剛才已經講到 他的心理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反之 我有特教專長的話 我也懂得 說 在有一些 特教生特別需要 但是一般人的教材 沒辦法說 我只能轉換成說 特教生可以接受的方式 我也要 這個從邊教材 我就突然很大 一個困擾 這是一個 那邊好之後 最後一點的話 你要找四方老師來教 結果 我回應各位的 我覺得第二種 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國內的教育體系 在現在 這麼講 不管是特教體系也好 或者一般教育體系也好 尤其特教體系裡面 他怎麼樣去面對孩子們 在這方面的需求 他的需求 比一般更高很多 跟鄧講好 講難聽一點 一般學校說性教育 性福教育做不好 但生命會自行尋找出口 他可能同才 口耳相傳 各式各樣的訊息 在他人生的過程中 自我摸索 但未必是正確的 比如說情深資訊的影響 但不管怎麼講 不管怎麼講 各位都是這麼長大的 當分都一般深深的 你會知道 學校這方面教育不足 其實我自認為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有很多自我摸索 那特教的孩子有相當多 他的自我摸索 他的這種知識來源的能力 可能不如 比如說智能跟障礙 比如說表達的內容 又比如說盲生 盲生 很多人沒有點字 又比如說 這個青藏生 他的其實因為語言的障礙 他整個普遍來講 就算到國中高中 那其實可能一般的 知識吸收的能力 可能比一般人可能 短三到五 可能都到小學階段 而且你有時候 你很難記望做 學校不教不講 你這個自己多看是不是 所以其實他在這方面 教育是特別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他 這是一個技術型的學校 有相當多特教學校 技術型學校 學生的相處時間相當長 他只有週末回家 他整天已經二十小時 就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都發生在宿舍裡面 很多人都發生在宿舍裡面 很多人都發生在校村那些 是因為回家的關係 沒有 如果大家校村的話 不是說因此沒事 校大學都是周末的 那平常他在學校裡面 很多人都發生在宿舍 所以這方面的教育 真的非常重要 而這方面的教育 重要性在哪裡呢 我講到第二種類 各位關心的問題 從特教系的榮譽教授 到所謂的這些學者專家 到什麼老師說 真的就是這樣子 什麼就是這樣子 這是問題的簡化 應該這麼講 各位都有經過那種對性好奇探索 摸索的過程 很簡單 他說六成是男性對男生 怎麼說呢 當你性的生理在成熟的時候 心理上的一些需求 然後再加上好奇 又加上什麼呢 如果形成一種赤龍的話 例如阿魯巴的游行 例如就是什麼LP摸來過去 諸如此類 請各位注意 那種時候請各位注意 他久而久之 他不覺得這可能是一個不到的部分 但是問題是問題是有過過的地方 摸一摸來脫褲子 他羞辱 那更重要的是 不是每個人都覺得好玩 更何況 裡面是有踩到一些紅線 例如 異性之間 例如做算同性之間 人家不受歡迎 或是太過分 我不要講 這個是一百多萬千 應該這麼講 他固然不是各位所想像的最不堪 最嚴重的 各位也許想知道 他大多數是什麼樣的情形 不是各位想像中的所謂 聽到性侵就想到強制性交 強暴強姦 所謂性器官要殺弱什麼什麼 不是這樣 他大部分其實委屈的群眾 委屈在法律上定義就是說 不是性交 而是足以滿足色域的家行為 其實其胸夫人 有意思不為困住 其實是性侵害的一種類型 但是他的罪子比較輕一點 那你也可以把淡化成說 這只不過是性騷 因為聽到性騷了 大家會收口氣 比較沒有形式 這個逃票是這樣 但不管是哪一種 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這些事情 你說偶依為之 不是說什麼 那就是躲的原因的話就好 但是當你成為說是 他叫三餐問候 或是形成一種學生的事物的話 最嚴重的是被欺負的人 自認被侵害的人 性就是性侵害對他來講 是一個創傷的人 事後成為行為人的過程 這個就是我們很多家暴 性侵害的一個 統計分析上面的一個 令人難過的地方 小時目睹婚報的兒童 為何以後有高比例成為打老婆的人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點令人難過 所以說基本上他 物理塞條物理 物理惡條的位置 學生不是做事這個問題的擴大 累積 那我最後補充一點 回憶一下 我去年剛好三個月在國林進修 然後在那裡就看了 叫做 這個叫做 漢娜爾蘭那部片子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想不起來了 那中文叫什麼 正義無據還是什麼 真理無據 真理無據 因為英文辯理 德文辯理就是他的名字漢娜爾蘭 首映我在國林看 看完之後我就 回來之後 我又買了本書 玉山社出的 各位 我是從頭看完 因為這本書其實有點枯燥 那本書的80%的篇譜 是在講那個實料 怎麼要拒勻呢 其實有些枯燥 但是因為我在德國念書 然後我對納粹時代 歷史也有點興趣 我知道教授是納粹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 有很多是我蠻熟悉的東西 給大家看完 看完的話 我完全認同 其實這麼講吧 我這麼講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儘管是公文書 法律語言 有點硬邦邦的 但是 你看完之後 你才多少可以了解 這個學校 並非首位個案 你上監察院的網站 然後你到彈劾案 糾正案文的檔案裡面 輸入關鍵詞 例如 校語 系列評論教育 那一堆出來 那你去看看那一年來 被彈劾糾正的案子 那你會赫然發現 唉 這學啊 也許還不是最惡劣的 好像大家很多案子都很離譜 去叫處置態度都很離譜 應該這麼說 我覺得 我覺得 這些老師 校長 很多被糾正的 有的是我個人認識 因為我調查案件 他們不是在教育業 評價裡面 打說 一路走到碰到鬼 你身體有多爛 你像炮鬥的事情也是應該的 很多評價很好 評價不錯 但是問題就在哪 唉 這個 不是說好人也是犯錯那麼簡單 而是 從頭到尾可能 在那個環境久了 就好比 這不是一個很簡單的說 啊 我不這麼做 那個 好像靠命一樣 我命就沒有 所以我知道服從你 而是我常常在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有感慨的話 就是說 莊子有餘 海濱有足措之夫 移入暴雨室 久而不聞其措 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因為你久而久之 你不太容易看到正面的榜樣 哇 教育應該要怎麼做 一個老師應該要怎樣說是在這方面 你不太容易 為護學生 還很護學生 或許有 但是 當你 如錄鮑魚之事 久而不聞其措的時候 那個老師會成功捨 成功異類 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這些老師會找正當化理由 而且最可怕的是 以生性命 我比較感慨的 我最後一句感慨 就是說 林遠傑幾天 那個人本 就 張平主任 他是這個事情 整個去推動開啟 為關鍵的5P person 到福大法律系區 講這幾名 我因為要補課 我沒辦法去那個 民進 然後我就跟他握手 我 聽他講 我覺得特別難過了一點 他說 他不知道我們學校也講 反應都很好 唯獨 他特別講兩個學校 唯獨到私培中心 反應非常感慨 讓他 戴口氣說 這是準老師 他們還沒當老師之前 是不是因為 28個教育學分 已經把它給異化了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反正總而言之 我這麼講 就是說 其實我最後簡單講 也不是說幫教育部講話 我幫那些老師講話講話 性別平等教育法 今年實施上了第10年 通報的案件 從一開始 沒多少到現在 暴征 然後死亡很多 王浩助講 你可以講說 黑數減少 以前都知情不報 現在比較不會 我換術你也可以這麼想說 教育始終沒落實 所以上游做法 下游一大堆問題 但是坦白講 應該這麼說 以前學校不認為這是問題 至少現在 他不管用什麼態度 閃躲的 他知道這是問題 下一個十年 我們要努力的 應該是 其實在裡面最大的問題 當然是老師 不是學生 我從不認為這些學生 有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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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懲罰 都從來不認為 我認為 主要的問題都在 學校教師的責任上面 然後這個問題的話 從私鐵教育 教師的在此信用 更重要的是塑造一個 友善的且負責任的一個校園文化 我捨不只是學生 更重要的是老師 他知道他自己在這件事情 他應該有的意義 態度 我這麼想 我最後講一件事情 給各位請就好 做一個節目 大家都是旁觀者的話 那就很難辦事 很難那個 那我講一件事情 我在德國念書的時候 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有貪污 有貪污的問題 但沒有像台灣結構性那麼嚴重 那其實就是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 德國德林 幫公務員把 我們向公務員把 這種擺有操 操這個條文 就是說長官對你的命令 你要服從 他如果是違法 你可以拒絕服從 如果他堅持要你做的話 請他白紙 黑字寫下來 責任讓他服 那問題是說 那就是給長官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問題來了 台灣人操這個條文已經十年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不時的看到 這個結構性的台灣民的現象 我倒是在德國念書的時候 就很好奇一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就是 納粹垮台之後 整個二戰之後 很大的轉變 改變那種文藝士索的民主風情 文藝士索其實很容易變成那種辦公室的那種 平庸的邪惡 邪惡的問題 那種文藝士索的 行政局的老師告訴我說 不需要百分之百分 一個行政體系裡面 只要有三分之一的人 依法行政說 NO就是NO 這事情一定要通報 這事情要依法處理 整個風氣的文明 你其他三分之二的人 真的是動談不得的 是沒有辦法說是去扭轉這個 叫三分之一就好 不需要多數 要關鍵的少數 教育體系裡面欠缺的是關鍵少數 因為現在不是三分之一 也許是百分之三分之 總而言之 他會覺得你是少麻煩的 他會覺得你這個事情沒有什麼大量 的確 你認真看大多數的可能性性性騷擾案件 我們這麼講 生生之間的本質是教育問題 不是法律問題 私生的那才是法律問題 那生生之間的話 請各位去看通報量 你就知道 什麼叫教育問題 以中學為例 高中、國中通報量最高 但是他的性侵跟性騷通報量是一樣的 怎麼那麼嚴重 不 國中幾乎七成的性侵 所謂性侵 其實是習法227啊 未達16歲 何以發生性疾問 其實是教育問題 是性教育問題 所以他本質這麼講說 深深的問題 不是各位所想像的就是 哎呀 學生實在是怎麼 其實是學校教育的責任 那 這麼說吧 我想簡單的結論是 二十多年前 四一零教育 跟現在的教育 始終有一個死結打不開 這是我在書中接受 做的訪談之後提到的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教育一直非常執著 執著一點 減輕升學壓力 大通深學的什麼 任多二萬 是廣設大 高中大學 駐如此類 這個有沒有做到 沒有 現在還有特教還是什麼 都沒有搞 但是始終 始終 他不會成為民機 他也不會成為大家爭論的焦點 反正他又沒什麼深學壓力 特教這個部分 特教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樣 這不是光是這個問題所出現出來 我們怎麼樣去對待特殊教育 我們怎麼樣對特教生投訴 更多的資源 讓他們能夠接受更好的環境 教育 然後最重要 這個在教改裡面 從來就不是一個二卷的 他當然是少數的議題 這個社會這個國家裡面 當然是很多少數議題 會變弱勢 所以說我不認為反福茂 或是紅棕球案 動輒25萬人 50萬人是很感派 因為反福茂 然後牽涉到大家的生機 然後未來出路 紅棕球案 或台灣的男生 只要是幾歲以上 就都當落兵 大家有可能 但是 不要忘了 台灣有100萬人以上的 聲障手冊 100萬 100萬以上有 是身心障礙者 只是它各式各樣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有相當部分 它在社會裡面 是缺乏生命 中低 弱勢 也就是說 有能力 在網路上面 在基本上 優秀誰 學府的身杖 比各位 一般什麼 低態 所以基本上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對這個議題來講 我並不覺得意外 我只是覺得說 教育的議題裡面 教育的議題裡面 其實需要更多的關注 然後人本在這方面 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 我今天也不是在 我們不要去回顧這個 有點不堪回事 然後往前看的話 只能講說 我們永遠都有 那走不完的 最後一點 因為 要死於至善的話 其實 你去挑戰的是 整個教育體系 這整個教育體系 所培養出來的人 其實有一個超穩定的結構 這個不是因為 四肢培育已經多元化了 非失敗器 而設計 然後弄簡單的事情 好 那我今天就 希望 多留一點時間 但是如果 我自己還是腳太多了 謝謝四肢 說出他的無奈 就是這樣 一些 支配的過程 還有一些教育體制的 一些問題 好 那我接下來請 請你黃淑芬 你是來 為我回 還是 對 很好 謝謝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好 好 好 剛剛是這個 是他們講的話 好了 這個 我就是本身是吃蛋 女狗人的選法 我聽了一個 真的 沒有辦法 講很多 但是我今天就 不要講那麼多 因為時間不多 我今天要跟大家 討論 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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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龍教育 只不等於特殊教育 只不等於 只不等於 有可能都不是大 在台灣的 還就是說 龍教育是包含在特殊教育裡面的 但是在國外的 他就不是 完全是獨立的 就是教育者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這樣子 第一個 就叫剛剛那個 陳昭如 他有一個人 講過是說 龍教育是不大而已 但是不代表 其他都有障礙 不是這障礙 我們用的是什麼 是獨立 跟人家不一樣的是 就是用手獨 或者是唇獨 就是唇獨 那這次二十多人以來的話 他是說是因為那個 陳昭如教育 有做那個回歸主流的教育 那在國會的人都是 回歸主流的教育是很好 就幫助學生的 他去回到那個 社會的參與的 跟人家一般人的 有負責教 但是 他們都完全都沒有講到說 回歸主流的教育 對我們的是 體衝的教育 造成很大的衝勁 而且越來越脆苦 越來越脆苦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那 就像是二十年 回歸主流以前 就是之後 你看看 大家有看到 什麼 拿衝學校 什麼都發生的 氣氣愛的事情 這個事情 我一講 在臺灣的當國 起衝學家的話 每一個都狀態都一樣 就是為什麼 欠不大 而且 當我聽到他們講說 是 有些老師說 就是啊 沒有啦 這個他們是 非常非常喜歡 玩那個氣的 油脆的 就是這樣 其實錯誤的 就是錯誤的 我要跟大家講 小時候叫做 簽價 沒有人家 不願地欣賞 海警 只有 不會教的老師 不會教的老師 是怎麼 他們不用去 他們不要去 用手禮 然後 交假海警 是不是 那 我本身是在 民國六十五年 國中畢業 我是從一般的 學家等事的 我自己也聽不到 我吵架 對單位的 聽不到 他還很久 開啟 說話 他就是說話 然後是到了當中 一人級的 國中三人級的時候 我沒辦法接受 一般的學家的 你懂嗎 因為學家 我是在前段班 我跟功課 真的很辛苦 很難過 我沒有爸爸 看完生長 我跟功課 腿很快 所以我是 那時候跟我爸爸媽媽 是真實的 就是真實的 然後我轉戰 起床學家 然後我帶著 起床學家 哇 整個是狀態 跟我差挺講 這樣子 差太多了 是差太多了 就這樣吧 就怎麼 每一個老師都不會 熟悉 每一個 都不會熟悉 都不會熟悉 只要一直 只要一直 如果說 學家的老師 是單百位老師 怎麼辦 就有二十位老師 很會熟悉的 其他人都不急 其他人都不急 如果變成是怎麼樣 每一個班 每一個班 都有的是什麼 你這個 有小老師 小老師是幹嘛 會熟悉 幫老師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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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其實 你們覺得 不行 可不可失憶啊 太脆了 對 但是我們沒辦法啊 但是不會啊 我們那時候 都不知道要怎麼辦 對不對 好啊 那這個 小老師就幫忙 是 老師翻譯嘛 但是 如果說 翻譯的是 其實人錯誤的是 怎麼樣 人家剛剛那個 馬川的學家 是都一樣 大頭腳印 可是還好 我們很開心的是 他們去川學家的話 他們誤用的王老師很多 又不是 孟老師 還有 榮羲正人員 榮公勇 那個是 教師師當所的 台北都是 部落最高 所以一到八學 找完事件 我剛才也講過 老師都不認手 那怎麼辦 人家好厲害 教授 或者課導指令 都把這個 輔導的學生 丟給我們 孟老師 那個 公勇了 而且 我們願意啊 都是 成名師 還好 發生的 不會很多 但是 其實還是 我們 只要發 這段 不對 我們就會馬上修理 我們都會馬上交 但是我剛才有提點 在回郭主流之後 完蛋了 怎麼樣 其實開始有出現的是 中文的手語 還進來的手語 中文的手語 還是出現的 哇 到發了 是誰 他跟所有的學生 都因為沒辦法溝通 都沒辦法溝通 我講 國中高中 就慢慢的就是 沒辦法溝通 或者他們 參加社會的時候 還把電腦說 啊 學長沒結 你們怎麼工作 自然 所以怎麼都看不懂 你看 不是在學家而已 但外面的話 也是 要有發生的代工 是 你看看 同樣的朋友 還有龍師 竟然有發生代工 但是人偷偶 是教育 是教育 就是教育 就是龍教育 人 那 回郭主流的時候 很多爸爸媽媽的關鍵 都是怎麼樣 我做到這個 非常非常正解 很多學員的專家都告訴 當時逛說 再跟爸爸媽媽講說 啊 其中學家的 學不到多少 然後尤其是剛才那個班 都去進來 他們都會多多打散回說散 哎呀這個不好啊 這個場還會 學長學姊 會長放了 原地學妹 都爸爸媽媽都會愛他 都把孩子送到 一般等學家的 不是支援班 或者是其中班 但是到了幾支援班 起創班的話 是真的 如果真的跟爸爸媽媽窗 還是不急 如果 反而對去 十一年也好 變成的是 輕戰的教育的是 邊緣的越來越多 那就是在起大學 一般的大學 剛剛那個 那個 吳森森講說 是真的還是絕愛 就是在邊緣的 邊緣的人越來越多 所以好不好 口感不好 口感不好 這個慢慢都越來越多 那邊緣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 我們就不是大家怎麼把氣 沒有辦法交通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話 你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 我們那個人 朋友的話 就變成是有戰的 有戰的是 第一個 很會講 口零的 站出親戚的 他們都是可以交通 還是完全交通 對 沒錯 他們都完全交通 那去找師 又找 如果說 講不清楚 不會被打手贏的 多不多 就再變多了 然後 會手贏的人 越來越少 這個 這個 就變成說 是對提發的法律 法律的 法律的狀態 尤其是親戚愛 或者是超公司 這個完全是 知識不足的 沒有辦法透過 更新語言的 走你的來講 所以我是說 說到這個 對頭 所以我是希望說 回歸的是說 能教育的 還是說 我是希望說 是說 在台灣的 還是說 你所有的教育大學 是師傅大學 師傅大學的話 我是希望說 如果說 從事的人 要親战的 教育的不夠 我就望 教授 或者是教授你的 我就望 最好是請 同學老師來 教授你的 教授 不是一般 絕嫁的 老師 是取槍絕嫁的人 是可以來 教授你的 嗎 我要跟大家 講講 我要讓你們講講 取槍絕嫁 當所絕嫁的 老師 所有的老師的話 只有北部 北部的團隊的話 有 拿到總語翻譯人 比起正道 才二十個而已 絕嫁喔 我跟你講 沒有拿到 比起正道 總語翻譯人的話 絕對是好的老師 因為他們可以高通啊 他們可以的 沒有拿到正道怎麼辦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好的老師 不是 是有認識 但是不是 大家怎麼辦 所以這個是要回歸到 是這個是 在他們讀大學的時候 為什麼 教務部 或者是師範 絕嫁的大學 為什麼沒有把他們規劃的 是做 教授語的課程 尤其是 容教是 容文化 容文化的 那我請大家 也講 什麼叫做容文化 跟一般人都不一樣 這就是 比如說 叫我講話的 叫我講話的時候 大家給大家看 他們講話是 一個平衡的思考 可是我講話 越來越大聲 那為什麼 我聽不到出去的聲音 所以我講話才會等 這就是我們 這個 這是我們共有的文化 這幾個 第二個 是說 然後我們的容教育 當然可以看不出去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 是 自然所語言的模擬 然後第二個 是 畫圖的 不是畫圖 圖片的 是 這個是 我們可以幫助 我們很加點會 很跨了解 是不是 那 所以我已經 學了好 這樣一個是法律的 我們如果說要 是一個 告訴人 告訴他 告訴他 然後是 我們那個人 就說 我們都看不懂了 我們看 我們看 我們已經太多了 對 是 還透過的 對 來告訴我們 我們才會才懂 就是這樣 像剛剛他有說什麼 是文獻 是招籃 是親愛 我們真的沒有手語嗎 有 我們就有手語 有差點在哪裡 看我已經聽到這樣 是 是 你覺得是 那個是 巧霸的 親巧霸的話 就是這樣 那個是女生的 這個是男生的 沒有男生的 去抓 是巧霸 這是巧霸 然後是親親愛的話 就是這樣 巧霸 如果有沒有 討論的是 是乾雕 乾雕的 是乾雕的 是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 然後是 是 最親吵 最親吵的 是 最親吵的 是最親吵的 大家都不知道 誰到底怎麼改變 可是我們就有發明的聲音 就是 那是 摸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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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文獻的話 把那個說 不得是拉掉的衣服 那是拉掉的衣服 那是吃茶飯 然後那是吃的 這個是這個 這個是這個 親吵的朋友 大家就買了 他們就知道了 哦 原來是幾 然後我說 本一個就是 都會 都可能會不會被抓 會不會被抓 你說 我說都有可能 大家都是在 四次親吵的不一樣 那處理好 所以我們想說 如果國家幫助我們 我們朋友的 還是可以脫離的 這種都是 很難過的 唯一都是 這是國家 求其他國家 要有配 找一個老師 但是 得來管 得來管的 是 回到那個教務部 教務部他們沒有人 沒有人懂我們的農活 派農教育 沒有人懂 所以沒有辦法幫我們 規劃 就是這樣 就真好 所以 都聽到我 很難過 就是 如果說 將來要點傻的 還是在 大概是 沉默 沉默 就不敢等 不是 對 就我啦 我是自己 都還是過了 我自己也很難過 我也有教師 我也看過了好多事情 但是我不想再講很多 對講 就也很難過 就是這樣 所以說 未來 我有可能是什麼 因為前年一百年的話 我們也有做一個叫 教務平權 一般的 當時阿家在這家 還沒有發 沒有什麼照顧 是怎麼 教務部都 阿家不懂 沒有人去哪 懂 然後一百年也幫我們會得到 但是還是沒有 第一 之前 剛剛大家都有說 把佛罵完什麼 是真正的 叫看藝有史的 好 我就在這裡跟大家講一下 未來 我們有可能要上 美國 美國都還是 高麗德大學 他們是因為去看藝德 可是某位教長是親人的 不懂的龍教育 如果是他把其左眼的龍教育 他去看藝 要把這個高麗德全 全部變成是 美國唯一的東大學 然後就是 從教導到東勇 那個就是 都要會守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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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看看 現在他們去 美國的市場 他們是最快樂的龍學家的 我們終於國外的市場 在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他們去 美國的高麗德大學 他們都覺得很快樂 都最好 所以說我也希望說 在台灣的話 在國警察學家的話 也能夠變成 我們未來這個 近龍朋友的老子 老孩子們的快樂的天氣 這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吃飯鍋 如果鍋有什麼問題 問題太多了 所以我也歡迎大家私下 來跟我們交流架 在這裡為止 因為時間不多了 所以我感濕大家都會有問題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階段 是可以開放大家提出問題的 那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然後就是一輪一輪這樣子 好這邊一位 好後面一位 好還有這位 這位先生 我不是提問啦 我是提供個人的一點想法 我還沒開等一下 好 就是說 我三十年前 住在台中 那 聽到一個故事啦 就是說要到台中殯儀館 去扛屍體 這工作不是很好的工作 但是是鐵棒嘛 要透過私益 而且要一筆錢 所以說 我們剛才老師有講過 超穩定的結構 你要 你要到公家機關去上班 兵儀館也是公家機關 所以說他因為有付錢 他花了一筆錢進兵儀館 所以說他就可以公然的跟家族拿紅包 你攝影機裝在多 不可能廁所 他就到廁所說 就是說 他 所以說學校是這樣 我們以前說北洋軍華 這個華就是掌握權力跟資源 叫華 打倒北洋軍華 其實學校有學華 為什麼當初李登輝要動審的時候 透過很大的反彈 因為那審立機關 審屬的機關非常多 有醫院 有學校 這都是 說坦白是一個大回缺 現在有好幾個審立醫院的院長 處理醫院的院長 被關在監獄裡面 為什麼 只要買醫療設備 可以收紅包 可以收回扣 藥廠會主動送紅包給你們這些 給那些承擔人員 不是你開口藥 人家主動說為什麼 你不送人家 現在一次就把你排除了 挑剔你的藥有毛病啊 你的藥不好啊 我要用哪一家的藥 所以說這是一個結構問題 所以說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在這個校長 校長 他已經把教育廳 換了 叫這張棒 其實叫教育廳 他校長已經把 教育廳的人 有人照著他 所以說他已經就是掌握到這個權力 他跟福利院的院長一樣 有非常很多的機會可以收回扣 他不必開口 廠商要標你的午餐 要保你的學校制服 要保你的什麼 他主動會送 所以說這樣因為超穩定的結構 所以說這些學生就是被人 可以說犧牲者 多入連本 就是台中啟民學校 那些學生已經看不到 但是全身長黑板 就是多入連本 米康有受害者 就是說學生是最福的受害者 但是校長跟老師如果有勇氣的話 這個事情可以比較減少 但是問題是校長跟老師沒有道德勇氣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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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問老師 因為 我知道這個書好像是在今年過年前沒有多久出版的 然後我有去這個書的第一場的新書講座在台大整理 那所以我想問說就是在書出版以後 最近這三個月 在學校方面有沒有什麼正面的回應 或者是一些負面的壓力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因為老師剛剛演講的時候有提到 那書裡面也有提到就是說 北部的學校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案子 那後來透過專業團隊的進駐有明顯的改善 那但是我在書裡面也看到說 當人本提出要求說希望有團隊接管南部學校的時候 教育部的回答好像是說沒有這樣子的成立 所以這個部分是可以請老師說明一下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差別 謝謝 謝謝 後面 最後面 最後面 謝謝 謝謝 謝謝教授 讓我就是也 謝謝對我自己的一些 冷漠 或是預設一個白型 這樣子 不過剛剛提到說冷漠的那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在台南的 就是我那時候在場讀書的時候也聽過 就已經提到的事情了 變成說 我那時候也是在某一個學校的這個系列社團裡面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我們到底可以 該怎麼去做一些聲音樂 但其實我們後面就是我們想不到 我覺得整個影片是說,我們關注到這件事情,是我們不知道該去做什麼 譬如說,如果我們有社團,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去組織,去動員,然後去 我們到底要去要求什麼 譬如說,我覺得跟洪秋秋安的差點很同 比如說,洪秋秋秋安可能會有一個可以明確地去指認出來的一個加害者 那我們會繼續做出相關的控訴 但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這麼一個時間之中 就是我們去扣訴後,我們到底能夠去扣訴什麼 我們可以去要求什麼,我們可以怎麼去動員 這可能是一個我最大的一個疑惑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變說 暫時發生的時候,我們的那個無能為力 有一方面來自於說,我們自己對於聽教社群的一個不理解 就是說剛剛,就是聽教老師他去講,我們講到說 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有一些老師他們以所謂的 聽教師們有不同的這些所謂的性的展現方式的這個方式 可以乍體的一些話語,然後來去進行辯駁 可是,其實我乍體之下,可能 我會一點點就是被幸福 因為我是真的,不理解就是說 填上社群們的整個新的表現,然後新的整個展演 然後在一個幸運取向的整個方式 而且畢竟是說,我的確是會有一些就是在做性別運動的一些地方的朋友們 但是,其實我也,我覺得基本上是 填羽那樣的那種隱私問題 其實我也會不可能去直接去問說 你們是怎麼去吵醒你們的整個 幸運活動什麼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確會加深那個 不理解的層面這樣子 然後那個,我覺得那個不理解就會讓我去思考是說 因為剛剛,吳智光老師是說 在他部分的案子裡面,其實並不是說 像是綁交或是強制查入這些性侵行為 但是,比如說更多的是所謂的違憲 那我也是,其實我就會在想說說 我在我的職場過境之中 就是我在活中 我也是每個月都被人摸雞雞啊 那變成說,到底那樣子的一個行為 他到底是一種性暴力或者是說一種 幼童的一種心態所謂 我說,那這東西我可以怎麼去討論 那譬如剛剛談到說一個結構性問題 那這結構性好像是說 說到後來它就是一個 所謂的教職原本 然後你有辦法去介入,然後去處置 就是關於在學生精神的這些所謂的 你說各種各樣的性文化性活動這樣子 可是會不會說其實 那這樣一個滋長出來的在一個性文化 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根據說我,比如像是我作為一個聽人 那我小時候我前兩親經過的這樣一個 不斷的被阿魯巴,然後被羅金金 然後我可能會把他睡醒一個心態所謂 那這兩個東西他到底可以怎麼去區分這樣子 那不好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有很多問題 不好意思,謝謝 那我大概總結一下 主要是有三個問題 一個是說書不出版之後 就是對學校啊 有沒有什麼壓力 那一本書就是對 那第二個是 就是有提到說 就是之前北韓有學校有專業的 很多進駐的潛力 但是後來教育部說 其實沒有這個潛力 但是我們針對這個案例多講一些 那第三個比較像是說 因為其實蠻多提到的是說 好像是整體教育結構的問題 那都有一般的道理 要怎麼參與 或是說都有一般就是 不是那麼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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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社群的朋友 要怎麼樣 就是 寫入這件事情 這樣 所以我非常想到 老師先回答 我先回答 前面有一位 一般人性的問題 就是 我不是很覺得你說 那個壓力是什麼 你是不是說我出書以後 學校有沒有反應 是不是 沒有 沒有 我也很希望他們有反應 那是沒有 但是 我在台南市立圖書館 有一場演講的時候 我知道他們學校有老師來 然後有拍照 然後拍完這就走了 大概想看看我自己的親戀 療牙或鼓被熊療 我不曉得 他們沒有回應 那 北部的那個學校的情況 我的理解就是說 因為那是一個直轄市 所以 只要那個地方政府的教育局 他願意就做得到了 但是我學校在南部 他的直屬的上級單位 是教育部 所以教育部會說 以他的管轄學來說 他認為他們有潛力 那 其實我覺得說來說就是態度 我剛才講到 其實國外有些類似的例子 那麼 台灣北部的那座學校的處理 也確實 我們看到了一些效果 其實不是做不到 而是願不願意做 願不願花力氣去做 那其實回到 其實剛才吳老師有說到 就是說 台灣的教改 做了這麼多年了 我們從來沒有把特殊教育 當作一個重要的議題去處理 我們想要做只有自由班的部分 都沒有特教生 那真的是非常明顯的不公平 跟啟示 而話要說回來就是說 雖然我們想起來 就是說 生障人士在台灣 還有一百萬人 想起來這個數字好像蠻多的 可是為什麼好像 這些人跟關心他們的人 或者他們的家人等等 我們就比較不容易聽到他們的聲音 那我覺得這個不容易聽到他們的聲音 當然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也不容易發出聲音 他們很多時候是社會的經濟的弱勢 除非要有人帶他們發聲 對不對 比如剛才我剛才的時候 跟Honey聊了一下 她就說 他們很早以前就知道 這樣子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也不像這個學校 剛剛不會寫啊 對不對 那之後靠我一個這樣子的聽人 其實我不見得也很了解了文化 但是我願意嘗試著 用我能夠理解的方式 把這個事情說清楚 可是 因為其實這段時間 很多人都會說 該怎麼帶 好像要行動 私底要搞的太陽花雪 等等 我 對我來說 作為一個作者 我能夠做的其實 可能沒有那麼多 我也不是社運工作者 你真的要我組織號召 大概也有人要領我 因為我也沒有綠色軍外套 對不對 但是我認為 作品它出來可以 至少負擔一個功能 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情 而它的始末到底是什麼 譬如很多人跟我說 你寫了十多萬字太長了 很麻煩 我現在沒有人要看書 你會做個懶人包 然後還要跟 跟原本基金會的執行長 胡喬蘭說 如果 十萬字的東西 可以用三千字寫完的話 資本的就不會那麼厚啊 對不對 我當然不是我自己嗎 克斯 他說有些事情 它的複雜程度就是這麼高 你很難用很簡短的東西 去講清楚 所以各位 抱歉 你們還是得花力錢 把十萬字看完 才會比較清楚 我今天 因為講的是非常簡短 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談 我自己個人的感受的部分 也比較沒有辦法陳述 但是我認為知識 永遠不是輕鬆的 其實說真的 我很討厭一句話叫做 快樂學習 我可能永遠反動我不知道 但是對我來說 我的成長經驗裡面 學習不太可能是真的快樂的 愛智的過程也不可能是輕鬆的 所以你真正要了解事情 你是要花力氣 你是要花苦工的 讀書毅然 了解一個世界也一樣 我其實這個時候過得很痛苦啊 我必須要找很多資料 是我過去也不理解的理論 跟我想要提出解釋的東西 這構成不可能是快樂的 但是有學習 那對我來說我很值得 那剛才其實後面那位 男同學問一些問題 我覺得也許吳老師 可以幫忙解釋一下 我簡單回應 有兩點啊 一點 台北市曾經處理過北昼的事件 一直被人本都為了說 是一個小朋友 比較成功典範 簡單來講 當一個體制失靈的時候 有時候 你看到一個比較相對好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 你先不要談說 這個體制比較好的 有時候是人的問題 當時台北市的承辦人 教育局及整個監督 其實比較有用心去處理這事情 所以這個應該是講好的 你講悲哀一點 你可以把台北市的例子 當作一個偶然 不是利難 那其他的情況 普遍的正常情況 我的感慨是 上位者有決策權的人 想要 真的可能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在一個複雜的官僚體制 教育體制裡面 他所碰到的一些困難 其實 最如同書中 就是 我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所砍的 你面對一個超委訓結果 你要把他打破這樣 你不把他打破的話 你會發現 你透過他 很多時候有點無奈的是 有點像是那個 希臘神話裡面的那個 薛熙佛士一樣 推那個大使 你永遠推不上去 你永遠在那個 你花很多很多精神 去跟那個體系 活動 各位 擔任教育部長的 哪一個上任之初 不是滿懷抱負於影響 但是我們教育部長的折損率 有多高 那又是 你各位已經數不清楚 你記憶中有多少名字的教育部長 你可以想見說 你進那個體系之後 不管你是不是這個體系 科班出身 有的不是啊 像蔣偉禮部長不是啊 他學理工出身 那有的部長是 無心機就是啊 那不管是什麼體系來的 我們都很難看到說 他整個超越去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 我們需要的 會緊緊 我不談革命問題 這不是什麼革命問題 我們需要改變的力量 很多時候可能是持續的關心 我也回應最後我也 持續的關心 而且我關心其實是保持一定的熱度 但不是像318這樣子 而是滴水穿石的力量 你不可能立竿戒指的 我再講一遍 他不可能像洪仲秋 25萬人 讓軍神備掉那樣子 但是始終有那個 滴水穿石的力量存在的時候 你始終會讓這個體系慢 我不要講慢慢 搞得就是說 漸進 開始做一些事 不傷心 不舉例子 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大概 也就不會特別為這些孩子編教材 我們要在審教材 我跟各位講 我是一個聽人 教材 現在編的 怎麼樣再說 但教材的每一本教材 針對學障 聽障的 智障的 每一本教材的前面那個指導力 是寫的最好 因為看完那個 你才知道這個障 別的孩子是什麼問題 那一個都是精華 一般人 學教育的 可能學了一輩子 都沒看過這種文鮮 因為那都是精華 為什麼 那些都是 醒思之後 總結特教 這麼多年來 所碰到的問題 所觀察到的 我看到的時候也很驚訝 我不是學教英書人 但我看到之後 我覺得很好 原來 原來這些孩子 會有這些問題 他的學習上面 不是各位所想的一本影響 那所以我回應最後一組問題 就是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 沒錯 我還記得 當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最喜歡玩的遊戲 就是彼此 摳來摸去 就是摸LB 我還記得那位同學的名字 長相不記得 名字記得很清楚 那些問題來 我們為什麼 對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 那今天不是差不多嗎 他們今天不一樣 但注意一件事情 注意一件事情 性的探索 性的這種互動 最忌諱的是 行程 不要說誰 行程 敵意環境 這個敵意環境是指 特別是有一些人 可能是被欺負的 他無所遭遇的 霸凌 然後 他很容易 之後 惡性循環 加害他的 而毫無估計 如果大家彼此互動 還是有估計 所以有深度說 你玩我玩也到話 但敵意環境 是非常可怕的東西 所以說 縱使說 裡面並沒有 你看到說 哇 那麼嚴重的事情 都是平常累積小孩 但不要忘了 敵意環境的話各位 我們敵意環境 這個字不是來自性侵害環境 是來自性騷擾的概念 如果性騷擾 各位也可以去看一個經典的電影 那個原著 那個原著 那個原著比電影起 起得是更血淚斑斑 電影叫做 北伯性騷擾 沙利塞隆 什麼叫做敵意環境 那種敵意環境 會把一個人的思維 還有身上部門 身心的摧殘 身心的壓力 大部分人可能 並沒有到那個地步 但是我們 所要防止 所擔心的 就是 這個學校 其實 這麼多年來 就是一個敵意環境 這個敵意環境 使得你不知道說 那個界線在哪 這是最可怕的 我們大部分人不是講過了嗎 他生命會自己尋找出口 隨著歲月成長 你會覺得 啊這樣子呢 只玩玩而已 但不應該是常態 他們隨著歲月成長 不只是玩玩 而成為常態的時候 這就是問題 當老師也認為 不就是這樣子嗎 這就是問題 你們會覺得 你 十五六歲 玩的這種 現在才說 二十五六歲 還在探索嗎 但是他們的問題 就在這裡 OK 好 那我們就講一下 就是 聽眾人才有聽到說 因為沒有那麼了解 就是這個 龍人的社群的時候 好像很多事情 沒辦法 都要該怎麼協助 能不能 就是 在這旁邊提供一點訊息 首先 很感謝的 他是這個 出出來的問題 有人說 有人說 是這個 我們龍人的是堅持的 他還是想 還在對一人 一程厚到 人厚的牆 病 你們就沒有辦法 靠出來 其實 要怎麼辦法 還可以 突破這個牆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隨手語就好啦 對啊 你看 我們有很多 手語翻譯員 手語翻譯員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真的不懂 我們的龍國化系 或者龍教育 有什麼講話 可是後來 他們是跨蘇 就是在我們的 龍人的天前 龍人的世界 然後他們是開始生 所以我有聽到 好多朋友 青青人的朋友 他們說 我故意叫 我們所有的朋友 叫我們朋友 本來也是 我們都不講話 我們就比較一整塊 如果是青人 你們都到我們的世界以來的話 我們怎麼都看不懂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可以示範 我們是在你們的世界 也多麼的很無賴 所以自己的愛 那這個是 我聽到今天回來兩個的警示 剛剛那個是說 那個水尾什麼叫 水尾都是導的號 到處是水尾都是主張號 我是覺得 我是從學期的 從那個從事教育的號 我有問過他們 那個水尾都是官華的 其超班和溫資源班的 清淡的學生 有沒有幫助 其實他們說沒有什麼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 因為是 因為是 但是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 才成為一切 幫助大不大 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比較喜歡 當初年以前都是取創學代 還沒有回歸 五流的那個 這個之前的 是龍教育的 從道到市場的 雖然老師不會送禮 可是更早會 可是有什麼 學代就是 學代學結合 是教育 是教育 是教育的 是學進學會 如果說八爺什麼事情 我自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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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大家講 差一點都不能被罰 有沒有罰 好啦 沒有爸爸透過法律 然後請罰 我要自己來跟大家 我們這個財美的 學代學的好厲害 他們如果說八爺到說 沒有爸爸結合的話 好 OK 好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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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利用網上 都去排排 那個 某某做那個 快速的事情 就把這個 你用不到 他其實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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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 包括老師也是 老師也是 老師也是 老師你不知道嗎 被打了以後 他們第二天到學家去的話 你們怎麼講 他們怎麼講 不敢講話 就被打 被打的 鼻子流動 然後我們就想說 奇怪 為什麼不暴敵 都不敢講話 因為他們都知道 他們自己是家愛人 他們自己是家愛人 對不對 但是 就是因為是家愛人 就是因為沒有被打的話 大家才說 哦 都寡啦 就是寡啦 就講 對 這就是茶北市 茶北超學家 就是因為有 有志同仲的 那種的 是正義的存在 所以才是 所以 不會加了給他 做的那樣 也要照亮去 這是我很覺得的 但是我 還是不論說 辦得很難關的 為什麼 那個 不管是所有人也好 為的是怎麼想 還是有違規 大約 本龍教育的 我是希望說 是在特殊教育的方面 還可以規劃 本龍教育的品 這是最确定本的方法 就是 那再來就是說 剛剛我講過 是跨出的 我們手裡的 是說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只要跨出 在我們手裡的世界 不用花多長時間 如果光是 基本的所有的能力的 還是什麼 最少辦人就OK 辦人就可以跟我們溝通 就可以溝通 那多一班議員的 在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是 考上多一班議員正幹的 不是一般的老師 不是 有律師考上 也有醫生護術考上 就智雯老師 什麼的 這也就是我的 這是我陪伺的 補插門的故事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的是 講 剛剛有講過 我們要找師靈 師靈醫師 可是他們不會手裡 不會手裡 聽著 那我記得有 我記得有一個親戴的朋友 他有優異症 有優異症的 他可以看醫生 花了三年 三年的時間 你又好 後來不知道怎麼會 我真的是 緣分 他們來到我們的學盒 來找我 他就跟我講說 他的困難 然後我們就兩個人聊聊去 透過去來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就是 一個腳石 一個腳石 他就開橋了 不要而慾 不要 很奇怪 我這個都很奇怪 我認識 還有第二個 還有一個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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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孩子 孩子是畢業以後 不曉得 為什麼是很真實 很道義正的 他媽媽就講說奇怪 他媽媽就戴群了 可是那時候 有一點認識 療療癲的 是不是 越看越糟糕 越看越糟糕就不敢 後來他媽媽就來找我 怎麼辦 他媽媽用中文的手語 兒子是用自然手語 你看 母子都沒辦法勾脫 你看 兩個人都會手語 你看他牙是一樣 給你倒橋 還是一樣的倒橋 後來媽媽就跟我講說 我就跟媽媽講說 就是趕快觸覺自然手語 結果媽媽觸覺自然手語 結果媽媽觸覺自然手語 她很開心 媽媽打算了 終於發育了症狀 她說 這帶狂了 怎麼樣 而且也是一樣 不要而立 而且非常你的媽媽 你的媽媽 你的媽媽呢 你的媽媽就得了 所以我在這裡跟大家講說 如果說 大家要幫忙 我們有親戴的朋友怎麼樣 自己當著爸爸 不用考慮 趕快觸覺自然手語 就OK 那六個月 就趕快就可以幫忙 我們 是不是 謝謝 謝謝 那另外大家也有 同學也提到說 因為我發了一個回饋欄 給大家寫 大家就是 有想要做一些寫助的 也可以在回饋欄上面 寫一些資訊給我們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第二輪的問題 好不好 那就後面這三位 我這樣說話要問得到嗎 沒有想要問 不要那麼累 我其實想要問 這邊現場有沒有比較知道 教育制度 或特教制度 還有理事長 一個問題是 是什麼樣的人可以進入 就是這樣特殊的學校從事教育 那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目前沒有硬性要求 他們必須要考到執照 才能夠進這樣特殊教育體系教書 理事長剛剛分享的一個說 三百的老師裡面 竟然只有二十個有證照 這讓我覺得非常的訝異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理事長說的那個自然手語的那個證照 是國家的考試嗎 還是協會自行認證的 那我們一般去考的那個證照 只是在國際上的朋友嗎 好 說到那個 這個導演員班裡 三個問題 在一起好嗎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個關鍵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說 怎麼該負責任 都沒有負責任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現在社會上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比如說 我在做齊六感調查的時候 後來看到那些隱匿疫情的人 把台灣的公衛體系 尤其民選中的公壞的人 他們受到的聲音懲罰 當然我們看到裡面 彈劾 那是行政責任 那麼輕 彈劾糾正 老師他們根本沒有用 齊六感 那些事情被彈劾的兩個官員 他們得到了工程會的懲罰 一個月 一個人少一千塊薪水 同樣的 如果你沒有刑事責任的時候 工程會的懲罰都是非常輕微的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想問說 當然我們這裡面有師生 有生生 生生的那個部分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他們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好 那重點來了 我想請教吳老師 就法律的觀點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一句尬 透過施法 讓那些應該處理責任 失職的老師 得到應該要有的懲罰 我覺得這是很荒謬的 我們看到學運 學運竟然 陳慧婷跟林非凡 有人要控告他們賭職 賭什麼職 他們是職業死學生 違反了職業死學生 所以賭職嗎 如果那些會知道 老師也是工人員的話 我不知道 我想請老師說 是不是有什麼辦法 謝謝 好 我們的同事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 我有先一件事 要跟大家想要再 跟請問吳老師一些問題 就是說 剛好我的小孩是 他是因為 聽障導致學長的 然後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 我一直長期 就是 學校老師都不教的時候 我就要自己負起這一個責任 然後就 一直要帶去看醫生 然後去找他需要的資源 然後或者是說 當然就是有一些歷程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就是說我們以為耳朵聽不到 就是去看耳鼻喉科醫生 那實際上呢 耳鼻喉科還有分耳科 喉科還有上屁腔下屁腔 那如果你只是去找一個耳鼻喉科醫生 來看你的那個聽障的問題 這樣是不對的 因為你有可能找到 喉科或是 他不是專精耳科的醫生 然後實際上台灣專精耳科的醫生呢 只有兩三個而已 然後我就是 我就是被 就是小的時候被醫生耽誤了 然後但是 我一 我們家是醫療背景的 但是 我就覺得我這個小孩有一些東西 沒有被檢查出來 幾乎全台灣的醫生都快要找遍了 才找到兩三個 然後是雅文基金會幫我們 幫我們 幫我們介紹的這樣子 那雅文基金會就是專門做電子耳的那個 那實際上 實際上呢 如果很多小孩都能提早發現做電子耳的話 就會像那個黃理事長所說的說 他們可以成為很優秀的學生 那其實這些 這些小孩本來他的頭腦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但是他有一個官能被封閉以後呢 他的那個 知覺就會 就會透過其他的方式來 來發展判的潛能 那實際上 實際上 就是隆隆的這些人 大家可以想一下說 他們有沒有自憂生 實際上可能是有自憂生的 而且很多 然後 然後 可是他們都沒有得到適當的資源 所以就這樣的 然後我想要請問吳老師就是說 那我現在因為 因為我幾乎學校也不理他 然後就說他懶惰啊 然後 我經過小學的觀察以後呢 我就覺得說我這個小孩需要特殊教育 然後到國中以後呢 我就取給他申請特殊 特殊身分 那可是我沒有在小學到國中這個中間呢 提早在小學街上安城 我一直到國中的時候才讓我們全家面對限制 說我的小孩需要特殊身分 然後送去了之後呢 他們就說 你這個是儀式身 不讓我們有特教身分 然後呢 那個 一直 現在是 現在是國一 然後他一直說到今年五月 他才可以送神 才可以特殊身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的 從小到大的病例很完全的會想 他這個理由是不是正確的 那另外第二件事情是說 他 他上學期的時候 他就整個都沒有給他拍 他就說 我們雖然 他雖然不給我們特殊身分 可是我們也可以使用資源教育 特殊的教育 可是實際上 他沒有把我們的課 跟那個 就是他的國音速呢 沒有 沒有跟那個 課表沒有跟頂在一起 然後 所以他就 如果要上那邊的課 變成國語的話 有一些課在特教班上 有一些在原班上 他實際上 原班都是完全無效學習這樣 然後 下學期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儀式生 還有正式生 他們的特教老師有缺額 然後呢 就是他的工作量吃緊 然後就犧牲掉我們 就不把我們排進去 然後我就說 你們有缺額的事情 怎麼會責任是我們來承擔呢 然後他說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我們如果照顧你的話 就會有更多人受損 然後我就說 我今天是要來解決事情 我不是要給你們 太麻煩 但是你這個理由 我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如果他不要跟我講那些理由 只是叫我同情他們 我還可以接受 但是呢 他還跟我講一個理由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他說 他跟我講的理由是說 以現在的教育的規定呢 他們每一堂課 都應該要有四個學生以上 我想要知道 這是哪裡來的規定 好 那大概有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個是比較針對 就是比如說手衛證照 要怎麼考啊 或是課教老師 他到底是誰可以去擔任 老師 我今天回覆的是 手衛班證照的 那個是為什麼會有這個 是因為以前的 我是在那個 起床學校教書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 說太多老師都不會教 那後來 後來我 88年 民國88年 我離開那個 起床學校的書籃 然後是在容忍學會的 我是覺得是 唯一要推動那個 手衛班證照的話 是誰誰都可以 只要想要幫助 聽到朋友的話 都可以去 手衛班證照 考證照也可以 如果說考犯證照的話 我剛剛也講過 特殊教育的老師們的話 不一定有學過容教育 不一定有學過容教育 但是如果說他剛好有考算 可以搬運證照的話 那他去一起教學校 就是 反而 比較好 比較會教 是不是 為什麼 在我們 總語班證照 選出前的 我們平時的課程裡面 有教 有教的是 龍魔化 然後是 龍教育 然後聽講 還一起學成 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 可以了解 龍朋友的測試 不是這樣 就是說我才會想說 希望說 可以考上 手禮班證人證照 是不是 對於我在這邊跟大家講講 現在 我們是說 手禮班證人 並在台灣 等於原本是 臨體證照而已 臨體證照 好像三百多個人 開始的 可是今年開始 臨體證照的話 內容的 還是趕別人 到去年開始 之前的話 就是 都挑戰 炸的 就是手禮班證 手禮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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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因為 勞員會說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多年來 考人 光是筆記而已 為什麼考上的人 這麼早 後來他們 比較不適合他們 勞委會 就是這樣 後來我們就趕成 今天開始 筆記正在體抗 比較簡單 就是專項 明年 都會一百年四年 還要考筆記 就是手禮班證 中文班證 手禮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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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現在 只要有考上筆記正上 是不是差異 有基本上 手禮的應公傳能力 其實有了 所以你說 不管是在 取超學校也好 或者是在 取超班也好的話 你如果說 看到清淡的學生們的話 你去打 可以有用戶之力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的認證 那就是說 有手禮班證 還有特殊教育證 還有老師證 在這個整個程 我相信 他會變成一個 很好的老師 然後他這樣的話 是 學生們都會做得最好 那我要跟假大一句講 有一個老師 他就跟我講說 他以前是在 一般的學校是 人愛國講的 他是明星老師 他是明星老師 很多學生都講 加拿多數外 可以給他教導 可是他後來 他就是說 有愛心 他講到 到台北起床學校 結果他發現他們 幫助不良學生 他哭了好久 挫折很大 後來他就跑完問我說 我要怎麼辦 因為他在學校學的 是教我的手禮 也就是我剛才說 每一個學生 一開始就是 主教結束後 開學的時候 學校都會有很多師的 老師去拿 然後學校成功 他會教學校 會安排的是 帶起特殊的 就是手禮 那是解決教學校的 師跟我的手禮 因為他們都弄不到 為什麼 沒辦法包扯 後來他跑來問我 就跟我講說 怎麼辦 我就跟他講說 不要一直浪費時間 打開視覺 俱藍手禮 那以後 是 我們都已經很好 是看到那個教導 是非常好的教導 我跟他講說 是誰 你們可不可以 尊重我們的老人魔法 你一定要尊重我們的俱藍手禮 那個教導就馬上 他就鼓勵大學 就鼓勵大學 就鼓勵很多老師 趕快去學俱藍手禮 就是這次老師 如果就那時候開始 我教大家的俱藍手禮 就感覺到 那我們的明星老師 他也開始 你看 那個是 家裡有榮庫母 就沒有辦法 加他姐做完 可是 由這個老師來 加他姐做完 他是從台灣學生 第一名 就是過為比賽第一名 你看 所以他們還是錯過 自然所以就OK 所以我才會說 之外 在於請聰教育的老師們 我之外 鼓勵他們去 最好考上 總語翻譯的政戰 這是我唯一的壓力 才會幫助到 我們親愛的愛子們 這樣子 這是我愛 那他第二個 那個人 剛剛是有一個媽媽 我是分享的師父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講 我每一次回到他被超學校 因為 那個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很多 比如在家那個 修爸爸 我們都是還得起超學校畢業的 可是每一次去母校看到 我們都快來聽 爸爸怎麼都不叫我們的母校 是什麼 像那個國獎 他剛剛講 是不是很國獎的話 是因為如果說有學生 多兩個學生 就會配成一個老師的女孩 那這就是 因為有很多家老師 說不只要去台北超學校 國獎的解放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講 我必須要講 國獎 台北起超學校 國獎部只有兩班 兩班 第一班 第一班是什麼 國獎一人幾愛人 其他人幾合成一個班 然後又是另外一個班 四人幾五人幾 六人幾合成一個班 然後裡面還有說 從大愛的小孩 是有小孩 所以這個也不能怪 其他的家長 然後學家的看到 怎麼會都是 你家長看 一人幾愛人幾三人幾合成一個班 那你一看一個老師要教嗎 不太可能 就變成有點佩肯 兩個老師 但是我覺得 這個八板 越來越很粗糙 很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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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我這個班很可惜 但是我也不知道 該怎麼辦 對不對 因為最近我是在教育齊次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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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日式我也有事 希望說如果從事成本 特殊教育的老師們的話 如果說有考慮到 我們親战的教育的話 是最好 尤其是在台北穿學校 就像我在台北穿學校 就像我在台北穿學校 他有一些台南穿學校 這樣變成是說 台南大學部屬的穿學校 可是都變成不一樣的穿學校 然後台東那幾台 我也最輕輕說 他們其他學校 也可能會轉型 變成一般的學校 像我們這些教友們的話 不需要看到這段落發生的 我還是希望說 就是趕快把台北穿學校 就那個農教育就是 回到那個市議 比較正常的農學校 正常的農學校 那這個是媽媽的室人開義 不是只有這個媽媽的問題 分解這個 好多媽媽都跟我說 找不到學校 找不到班 就是這個等 但是我要跟媽媽講講 我要跟你分解一個很強高大案件 就是什麼 在書族市 有一個國小 兩個人 有兩個小朋友 聽到一個小朋友 從國家英人體 大陸人體 是在聽班的學家 都有總與班一陪同 都有總與班一陪同 是得輸的 吃得輸錢 是社會局補助 但是她的補助 是簡直 國以宿學 完全適合社會局 和教育局補助 媽媽看到了 這個埃及 在運方學校 學習東普詐案 後來就講了 給她多加一節 就是什麼 就是俱南坑 社會坑 什麼 媽媽認識 社會局 是她的補助 補助 補助是什麼 就是五分之三 五分之三 然後 教育處的是五分之一 媽媽是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這個補助的對方 後來到了 在運行的時候 另外一個小朋友看到 她也要 所以我們也給她 卡手雲班一補 這個兩個小朋友 現在已經在國營 正如手雲班一補 所以這個是跟在會的 芬蘭論點 跟什麼 是一樣的 是一般的 絕駕的是 這個就是我聲浪說 在台灣的 所有的大學 只要有侵占的學生 我要強迫教育部 一定要配給一個 所謂班一員 拿大班一補助 不然的話 你看 從我兩大班 都有學生大學 到了大學 就不急了 都沒有總理班一裏 這個不急 所以我是實際上說 大學的實際上是數年了 如果說都有 不在愛學生大學 那麼 畢業一套 就是 就是我們的社會的國際了 對不對 對 繼續在這裡 給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比較想要問 其實吳志光老師 是關於誰該負責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你也參加過 許多的行政調查嘛 然後自己也是 有去當教育部的委員 那你覺得這幾件事情 在負責這件事情上 是會有什麼看法 首先講 第一個 這些老師並沒有 校長 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 他的確並沒有行使責任 所以他並沒有 所謂人身自由喪失坐牢的風氣 那就行政責任而言的話 我們只能這麼講 對軍務教人員而言 最嚴厲的處罰 當然就是把它file 但是這最嚴厲的處罰 請各位注意 就一個超穩定的結構而言 是其其例外的 我們很難想像他經常因此 因為他其實 一方面 美其民約也可以講說 這是對他工作人員的保障 身份的保障 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這麼說 其實我們的行政責任追究 就一個 政務官好像那個 那個 就是 招呼保障 那樣子的話 是不可想像的 整個 常任文官 包括老師 且犯完這個字 其實不適合學來的 因為整個法規的設計 整個法規的體系 由他們來設計 其實在這個程序裡面 這麼講 你不要犯大錯 你不要踩到所謂的 紅線中的紅線 基本上可以全身而退 很難追究責任 剩下唯一對他們來講 可能責任會痛 但是也不容易追究 就是錢的問題 我們在 憲民法現在有 非常嚴厲的法則 就是實驗通告是3到15萬 但不做計謀 所以那些案子 100多都不會法到 現在的話 他再這麼做 被撞到的話 會是3到15萬 那還有一點 各位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國家非常安全 為什麼拖拖拉拉 因為最重要的是 他們擔心答應國賠之後 將來有個壓力 國賠之後 對於故意 有重大多事 執行職務的人 國家可以跟你求償 就是我賠100萬 就跟你要100萬 這個壓力 人本始終希望學校 陪了之後要執行 學校也不願意做壞 所以真的其實學校陪了之後 他擔心他有一定要做壞的人 對以前的同事 什麼都很不好意思 大家其實很擔心 很多時候是現實的心理 就是說 我擔心因此損害非常 那就這個問題 我經常鼓勵人的 我經常講說 郭培要施加壓力 一定要施加壓力 你會講 郭培不是納稅人 人前的為他們買單 我說 就是賠了之後 叫他們買單 不是納稅人買單 你要先賠 而且真的該賠 真的該賠 這個客觀要講 我先講一件事情 各位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 人本大概下次上街頭 我個人認為 會是為什麼事情 他們比較能夠引起共益 不會為這種事情 不是為今天的事情 而是為什麼呢 大多數家長會可以有一件事情 不是任教師淘汰 各位我們注意到一件事情 信品法沒有實施之前 不是任教師淘汰 是非常困難的 人沒有多少 信品法實施之後 不是任教師淘汰 呈現新的風貌 怎麼說呢 就是說 這個老師 他如果在學校整天 戴一個隱形的耳機 聽股票行情 上課時語焉不詳 講廢話時句句清楚 他何力 安然度過他的教學生涯 引終生夢 樂退 引到時為止 機率幾乎百分之百 他今天摸了學生屁股一把 跟未成年女學生上傳 比以前有更高的風險 甚至極高的風險 因此犯了 我們現在採到現金性騷 洪憲德老師被解聘這十年來打針 但現在問題來了 真正整個統計上面 不私任教師裡面 因為說違反嚴重的法律 信心信招信霸 直接就那了 畢竟大概少數 大部分的情形 九成的情形是什麼呢 教學不利 不能深任工作 其實也包含 已經失去對這個工作的熱情 你去開氣成真正賣香雞排 或是做生意應該更好 但是不要再來誤人子弟了 但這些我們無意淘汰 因為整個不私任教 我們就知道 行政責任追究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問題 其實人本大概最清楚 就是說不私任教師 那教師平台 考梯制度什麼 休閣在一起 但是我不會演的啦 以這件事情來看 一般的有責任的老師 有負擔責任的老師的話 行政責任你基本上沒有 他最怕的是賠錢 最怕的是賠錢 但是賠錢需要 像令人難過的一點就是 你真的要去跟他們周旋的話 請不要忘了 國家賠償是一個年事訴訟 還得先出訴訟費用 人本還是因募款過訴訟費用 你才知道說 這無形的高翔有多少 其實不是真的容易的 我還要回應什麼問題 最後回應 剛才有位家長談到說 我先講一下 特殊教育法 特殊教育法 它是有一個鑑定的過程 你要先鑑定 你是什麼樣照顧 它什麼樣的情形 什麼樣 由於說要量身低落年 學習環境 你跟學校抗爭的過程 當然學校這麼講 一方面跟學校爭取 二方面理論上 唯一 第二強調理論上 理論上是可以打官司到學校 認為學校沒有給你孩子這個待遇 那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行政處理 你可以不服自己 但是我不確定 結果會不會如你所願 只是你要另外花時間跟精神 跟學校周旋透過司法的條件 但問題是 回到一個問題 剛才理事長有談到說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是我們特教法 一直在掙扎的一點 究竟我們的特教要走分散化還是集中化 集中化是老陸 又是特教學校 現在深度為了開政治教 我們每個縣市都有特教學校 台東也有 新竹也有 南投也有 南投非常漂亮 新竹也很大 還是其實其他國家的主流是什麼 不是特殊化 特教化 那就是這些人在一起 而是分散 分散的人 現在大家看不到好處 只看到缺點 是因為投資太少 舉一個例子 分散化其實 它要有更多的資資 更多的資源 更重要 它要有很多配套 例如說 我今天分散的時候 兩個人也要一個 但是我這個集中的話 一般二十人一個也可以 你要聽我的意思嗎 這個差別太大 但是分散化的優點在哪裡呢 各位 你有沒有覺得 你從小到大 其實沒有什麼 跟特教師相處跟接觸的經驗 因為他們都被 講難聽點 都被圈在 我不要用圈養這個字 但是圈在一起 分散化很重要一點 其實就是說 它能夠跟一般是學習的課一起 它需要特殊的 但是它還是在學校的大環境下 最重要的是學習認識他們 彼此尊重 彼此學復彼此幫 很重要一點 還做朋友這些 我認為今天大家才 可能第一次聽說 原來手語還有分 自然手語跟文法手語 真的啊 你不接觸根本不知道 手語還有兩種 詩詩也有兩種 這個手語也有兩種嗎 最後補充一下理事長 因為剛才有提到 它這個手語證照 就是勞委會持續舉 那種各種的 跟電降的 什麼什麼跟什麼的 一樣 所以說秉級以級之分 那個就是技術證照 就是能否解釋 好 就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 就 就 不開放 不再開放提問 然後 我們最後 再給每位講的 就是 兩三分鐘的時間 哪看最後 我們要 再補充些什麼 然後 我們就解除今天的 好嗎 那我先請 就是 很招募老師 我常說 理解是關懷跟行動的基礎 我寫這本書 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能夠理解這個事情 進而 才有可能 關懷跟實踐對不對 是老毛還是 鄧小平講說什麼 檢驗真理 唯一的方式 是實踐 但是 重點是 你要先理解 那要理解 你要花時間 要做一些功課 那我要說 真的是很遺憾 是說 這麼嚴重的事情 這幾娘來 我只看到 公共電視 比較有持續性的 在追蹤 這個問題的情況 其他的媒體 幾乎都沒有 所以難怪 很多人大部分的人 無從關心起 因為你都很不知道 這個事情 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它並沒有完成 那麼 我希望我這個書 是拋磚已欲 我拋了一個磚出來 我希望你有更多的欲 因為也聽說 有些聽障朋友 覺得我的書寫得有點深 看不太懂 那我也要今天 很抱歉 也說不定是說 我這本書 其實主要是要寫給聽人看的 並不是寫給聽障人士 因為也正是因為 我在接觸這個事件的 整個過程 我對於聽障人士的理解 是何其少 我對於特教學校 以及特殊教育的處境 也完全不理解 那我希望透過我自己的 這樣子的一個 學習的過程 跟各位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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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我很開心的是 如果沒有韓國的融入 如果沒有那個是沈默 我講 我們這些同學打的 也可能是覺得是沈默 因為韓國的融入的速度爆發的時候 我覺得說 我們不能夠再出來了 所以更重要 因為我們不能看到的是 我們台灣的融結融合化 是開始成 慢慢的落架 退了自己 所以很高興的是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那給大家知道的話 如果說 我們永遠的世界 無數不少的世界的話 是說 如果要突破這個道橋的話 是說 學考慮 就加入我們去吃鎖魚 趕快來吃鎖魚 然後就知道 而且我要告訴大家 我這邊都會一點點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學說魚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知道嗎 類似我太太跟學生們分享的 學說魚就是有一個好處是怎樣 可以把主要的書呆著 第一個 第二個 可以怎麼樣 清風有助 我們一起到手 不可以說什麼的 我已經當阿嬤了 那個 那個 那位小姐的 他一定要40歲 啦 這個 這個 我可以分享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話 如果 選手 你對你們 如有百億而無益愛 好 百億是懂的 可以幫助欣賞學生 也可以幫助我們親朋友 好不好 那這邊跟大家講 我們都在這裡 來加油我們等同生出界 祝見大家 簡單講 我從2005年開始 現在也2014年 擔任教育部系聯盟的 教育委員 我擔任那麼多年 其實不是我自己想做 也不是說 教育委員會很特別聽話 所以一直叫提名我 而是 不是 我比較 我比較 不是說任老人員 我比較了解 或是希望那種 衣水傳使力量 所以我始終在這個體制內 去跟他奮鬥 跟奮戰 我只能講說 人總是有累的時候 但是 有時候停下來 看到說 有這麼多人 還是關心跟努力這個問題 你有時候會想到說 為什麼自己願意當初當 推動這個工作的初衷 動力火車不是有一首歌叫 《莫忘初衷》嗎 這個《莫忘初衷》 年輕人很難理解 要進入中年 要40歲以上 才能理解 《莫忘初衷》 對各位來講 你們還在尋找你的初衷 對 那希望今天也許是一個開始 謝謝各位 謝謝 另外你們如果 今天有些下部談判 所以我們也特別感謝 大家收益翻譯 感謝 他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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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歡迎 我們在預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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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